第881章 飘灵的幸运日 但是提布的赤岩长剑实在太难开出来了 很多人在这里反反复复地开了数百次个副本 CD都一无所获 陆黎也没抱太大指望 人生不可能一切如意 就好像刚才的邮差马龙 他们最想出的当然是法师T灵部件 然而系统很不给面子的并没有爆出 真正有可能摸出提布的赤岩长剑 一共也就那么几十个 很快就被陆黎摸了大半 除了一些回血回蓝药剂有点作用 其他就是一些烂布料之类的东西 就算是卖商店都会被拒收的那种 其他几个人正在悠哉悠哉的击杀 已经被陆黎摸过的怪 曙光里的盗窃术就是这样 凡是被摸过的怪物 就再也不可能被偷窃了 传说故事中 找到一个神机boss偷他一个神器满包裹 在这里根本不可能发生 卷轴 伤害增加20% 持续8秒 好东西啊 在仅仅还剩几只怪的时候 突然摸到了这样一个卷轴 也算意外之喜了 虽然增幅不算多逆天 可这也算是一个小爆发了 只可惜是卷轴 也就意味着是一次性物品 总比什么都没有的好 陆黎摸完最后两只怪 就打算招呼队友们过来 把这里清干净 快点去对付下一个小boss 最后 几只怪一个给了一个重垃圾箱 剩下的全是破烂 陆黎随手开掉重垃圾箱 招呼其他人 都别漫漫腾腾的了 快点清理掉这波怪 你说的轻巧啊 这么多怪一次拉会死人的 蔚蓝海风习惯性的反驳 手上还是听话的多拉了一些 这群怪里面都是 单纯的亡灵人形怪 属于那种最没杀伤力的 偷到啥了 飘零很失望 一张卷轴 增加20%伤害的 时间很短 只有8秒 和其他爆发效果 没办法叠加 给花花了 陆黎将卷轴拿出来 打算送给花底离情 这种卷轴 还是比较适合法师的 等等 这是什么 陆黎拿出卷轴的手僵住了 在密密麻麻的物品 来最下方 一把常见模样的缩小图标 狠狠地掘住了她的眼球 她的手甚至有点抖 但是很快 这件东西的信息 就涌入她的脑海之中 虚拟网游条件下 并不需要拿着鼠标 去一个个的点 提不得赤言常见 疯了 这一定是开玩笑 或许是今天太累了 产生了幻觉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人总是习惯性地 不敢相信一些 突如其来的惊喜 是的 这绝对是惊喜 或者说是惊讶 在她背包里躺着的 不正是刚才苦苦追寻的 提不得赤言常见 那把号称价值连城 被所有用剑职业 朝思暮想的 最拉风武器 咋了 突然不舍得 把卷轴给哗哗了 是不是 飘灵很恶意地诋毁 碰 陆离朝她的胸口 狠狠地砸了一圈 大爷的 你想干嘛 飘灵捂着被砸疼的胸口 愤怒地看着陆离 最讨厌别人碰她的胸了 经常有那些不要脸的 不相信她是个男人 试图用摸的方式 加以判别 为了让这种人很惨 飘灵在现实中 还是个跆拳道高手 可惜 在游戏里 她是打不过陆离的 疼嘛 疼的话就不是做梦 让你见识见识 陆离切换了一下武器 下一秒 她主守位置的匕首 便被一把长剑所取代 昏暗的斯坦索姆街道 似乎一下子就照亮了 这是一把散发着 炽热火光的长剑 比星球大战中的那些光剑 更加的生动迷人 提步的赤炎常见 黄金 伤害32-45 力量加16 敏捷加12 命中正15% 特效1 击中时可能冲击目标 对其造成额外150点火焰伤害 特效2 闪现 将施法者传送至前方八码距离处 路线上有障碍物则会停止 仅限非战斗状态下使用 冷却时间60秒 装备需求等级45 耐久120-120 属性果然意料之中的一般般 但是外观拉风 特效也拉风 完全为拉风而生 咕咚 飘灵猛地咽了一口唾沫 她非常后悔 刚才爆粗口 你想摸的话 就来摸我吧 只求你把这把剑给我 呵呵 我大爷的 陆离挥舞了几下 这把拉风的单手剑 啊 不要怎样才肯把这把剑给我 飘灵其实不算一个剑控 但她控一切美好的东西 这把剑 简直就是一个艺术品 趴在地上 雪狗叫 蔚蓝海风幸灾乐祸 让陆离好好摸一下 来自辅女 洛英回忆 罚她一大把金币吧 财迷小猎人 残梦说 让她叫爸爸 小八将最近有点魔障 动不动就让人叫爸爸 其他人笑而不语 至少还保持着微薄的同情心 虽然他们 确确实实实在 等着看笑话 呵呵 陆离直接把提布的 吃盐常见人给她 扯扯嘴角 抱歉 我不搅机 所以 你还是和风少一起 恩恩爱爱吧 飘灵大喜 根本不管陆离编排她什么 直接换上了这把武器 拉风 唯美 炫酷 不易而足 总之 这一刻 似乎所有的包一词 都不足以形容 装备了提布的 赤盐常见的飘灵 有多么的高大上 金币 没有人提起 陆离这人 从来不是一个 斤斤计较的人 现在妹妹治病的钱 已经有了 工会也欣欣向荣 每年进账不少于百万 她并不是守财奴 不然之前混的时候 也不会那么多人 对她如此敬畏 每个金币 都扒拉到自己的口袋里 那样的人 永远也成不了气候 即便运气逆天一时翻身 只要有点波折 又要穷一辈子 换掉回去再耍吧 属性实在太一般了 陆离说道 这货看样子 是不舍得收起来了是吧 这把剑攻击弱 属性少 特效依旧够搓的了 特效二更搓 闪现是好东西 可只能在非战斗状态下 使用的闪现 有个毛用啊 飘灵一一不舍地 收起提布的赤盐常见 一行人开始投入 轻怪的战斗中 不多时就看到一个实施鬼模样的人 在街道上徘徊 有名有姓 显然不是寻常怪物 虽然形单影之势单力薄 但是大家看到 他的名字后都打起了精神 第882章 关于提米的两个故事 街道昏暗破败 再也不负往日的繁华 可以想象 在多年以前 那时候的斯坦索姆 还是一个繁华城镇 市民们走在鸟与花香的街道上 互相之间礼貌地打招呼 碰到老熟人 或许趁心就拐进酒吧 听着吟游诗人悠扬的胡琴声 沉浸在弗拉斯 西亚比的烟草香味里 可惜 天灾的入侵 让一切都成了泡影 关于逐渐走过来的 这个矮小石石鬼 他叫提米 小时候生长在的 一个很美丽的农村 他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 从他还是个孩子说起 据说在阿尔萨斯还是王子 某一天 他在巡视领地的时候 一个母亲焦急地向他求助说 自己的孩子提米走丢了 希望阿尔萨斯能去找他 贵为王子的阿尔萨斯 二话不说 带着人到处寻找 终于在树林里 救下差点被豺狼人杀害的孩子 阿尔萨斯带着提米 回到他母亲身边 得到了提米母亲的感激 那时候的王仔 是一个爱民儒子 满腔热血的高贵王子 他爱他的朋友 爱他的国家 他的内心 曾经如乌瑟尔所说的那样 只有光明和爱 人们看着他一天天的成长 期待着他 有一天荣灯王座 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 小孩子提米问阿尔萨斯 那些被兽族捉走的人怎么办 这时 高大的阿尔萨斯 低下头 对孩子用那种温柔 而又坚定的语气说 别担心 我的孩子 我会把他们带回家的 在他的声音中 听不到一点贵族的骄傲 和战士的狂妄 有的只是 对人民的一片无私的热爱 但命运却一次又一次地捉弄了他 起先是兽族贝里两国交兵 不斩来使的战争准则 杀了姓氏 令他悲愤不已 接下来 他并没能救回他的子民 而且在最后一刻 他亲手屠杀了整个斯坦索姆 使他无法完成对小提名诺言 王子殿下 您会一直保护我们吗 会的 我发誓 这种结局 让他有相当深刻的挫折感和复旧感 尽管这并不是完全是他的错 然而 他无论如何勇猛 但终究 也只是个出金沙场 且自小在皇宫里 享受慈爱和幸福的年轻人 人类对恐惧的反应 一般有两种 一种是逃避 一种是拼死一战 而阿尔萨斯这种不自由勿宁死的猛事 明显属于后者 他后来之所以发疯 似追杀梅尔甘尼斯 一半是愤怒 一半也是为了结束自己的恐惧根源 也许他天真的以为 恶魔梅尔甘尼斯一死 那些可怕的不死怪物 也会从他的噩梦和生活中消失 但命运又一次地捉弄了他 后来的事情 正如游戏里大家看到的那样 他成了巫妖王 成了那些他发誓要保护的人的敌人 他的双手 沾满了人们的鲜血 第二个故事也可以从提米小时候说起 他记得很小的时候 朦朦胧胧的喜欢过一个小女孩 他的名字叫帕米拉 为了引起帕米拉的注意 小提米经常偷偷地把他的布娃娃藏起来 然后在帕米拉哭的时候 勇敢地站出来帮助他找布娃娃 帕米拉也总是骄傲地说提米哥哥好厉害 令提米意料不到的是 几年之后 帕米拉搬家了 搬到了离提米家很远的一个镇子 达龙郡 从此提米每天都想去达龙郡看看 可是一直没有机会 再后来 提米也搬家了 搬的地方离他想去的达龙郡更加遥远了 两年之后 提米已经可以帮家里干农活了 他也不再天天携带着玩具枪 他把它收在柜子里 没事就拿出来看看 终于 有一天 提米的新家也被亡灵天栽进宫了 可是提米不怕 他拿着一个草叉 勇敢地和他们搏斗 这时候 他看见一个留着白色长发 骑着白马的人向他这边冲过来 这个人好像阿尔萨斯王子啊 只可惜他的头发是白色的 提米小时候被阿尔萨斯王子救过 他最崇拜的就是阿尔萨斯王子 并且发誓 长大了要成为他的守护骑士 为他征战四方 当这个人跑到提米身边 一剑就打飞了他手中的草叉 提米抬头看着他 忽然 他看清了他的脸 阿尔萨斯王子 拿剑的人也看到了提米的脸 本来向提米砍去的剑停顿了一下 但最终 他还是把剑刺进了提米的身体 这把剑 好凉 不知过了多久 提米再次从黑暗中醒来 他看了看自己腐败枯萎的身体 又茫然地环顾四周 他似乎忘记了许多事 除了自己叫提米 他再也想不起来什么了 提米就这样茫然地 和周围那些和他一样的同伴们 听从一个叫瑞文戴尔的男人的命令 他们攻陷一个又一个城市 踏平一个又一个村庄 吞噬那些鲜美的血肉 他觉得 他快连自己叫提米这件事都忘了 剩下的只有杀戮和吞噬 今天的命令 是攻陷一个叫达龙骏的地方 达龙骏 这个地方好耳熟啊 食尸鬼的大军中 提米一边拖着身体前进 一边想到 达龙骏到了 一场新的屠杀开始了 提米疯狂地追逐着一个男子 一直追到一间屋舍里 男子终于无处可逃 被提米咬断了脖子 当温热的鲜血喷噬出的时候 提米瞥见了墙角那个瑟瑟发抖的身影 那是个抱着洋娃娃的女孩 晶莹的泪水 不断从漂亮的大眼睛中流出 提米突然觉得 左胸一阵撕裂般的剧痛 真奇怪 自己明明早就没有心了呀 帕米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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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米哭喊出了这个名字 尽管在别人听来只是一阵狮狮鬼 毫无意义地嘶吼罢了 提米无法抗拒天灾的意志 他杀死了帕米拉 而且他也不想帕米拉被可怕的天灾瘟疫感染 他不想看到可爱的帕米拉 变成和他一样的怪物 离开达龙郡之前 提米最后一次将帕米拉的娃娃藏了起来 许多年过去了 提米和其他所有怪物同伴一样 作为瑞文戴尔男爵的部下 驻扎在斯坦索姆 单调而枯燥的生活 使他渐渐变得麻木 现在他看到了一群奇怪的人 天灾的意志命令他 杀死这些奇怪的人 第883章 提米的玩具枪 BOSS来了 布甲职业小心点输出 保持在前三的仇恨之外 飘零等下 注意积累仇恨 但是不要OT 陆离看着小石屎鬼冲过来 连忙提醒大家 虽说只是一个小BOSS 但是提米并不如他体型那般弱小 或许 他对板甲类职业没什么威胁 但是布甲 在他手底下 往往都是被秒杀的命 高弓高穿刺 让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不假杀手 很久之后 当玩家等级高了之后 回到这里带小号 仍然有高阶法师在这里惨死 其实旁边的房子 后面有一条小路 这个怪是可以绕开的 当提米的故事为人所熟之后 便有很多团队 不再去杀这个小石屎鬼 然而 陆离显然不是那么多愁善感的人 而且在他看来 或许提米更喜欢死去 而不是这样浑浑噩噩地活着 陆离记得 有一个任务 可以将这个提米超度 让他变成幽暗城的一个小MPC 只可惜 那个任务是部落玩家才能触发的 作为一个联盟 他实在无能为力 不过将来如果能够认识 什么部落的人 倒是可以托付他 完成这个任务 蔚蓝海风剑步一个上去 石屎鬼的利爪 在盾牌上 划出一道深深的痕迹 发出刺耳的响声 一个700多的伤害 在蔚蓝海风头上飘起来 攻击好高啊 防御倒不怎么样 而且还不会回血 MT将信息反馈到队伍里 陆离心说 这其实不算什么 等会提米 会使用一个激怒的技能 提高物理攻击和攻击速度 那时候 才真正堪称不假杀手 至于不会回血 也不尽然 他有个技能叫困兽之爪 能够从玩家身上 抓取400点生命值 补充给自己 使用频率还是蛮高的 如果不是这个 BOSS防御低 而且血量也不高 估计也没那么好对付 提米47级 等级一般般 在陆离这样的队伍手底下 很快伤痕累累 他没有什么台词 一直沉默 只是 有时候会停住攻击 有黑色的眼睛里 满是迷茫 让人看了很不忍心 再加上他的造型 不如普通实施鬼那样 肮脏猙獰 如果知道与他相关的故事 很容易勾起人们的同情心 队伍里的几个女孩子 就一直同情心泛滥 因为BOSS的吸血技能很牛掰 所以花了20来分钟才打完 经验值还不错 可惜没有技能点 残梦先是摸出来一杆猎枪 提米的玩具枪 暗金 伤害62-88 敏捷加42 力量加36 命中正20% 凹槽加2 特效1 攻击时有一定概率 击飞目标令跌倒 瘫痪2秒 特效2 跳跃 使用 激活后 装备者向指定的方向 跳跃15码距离 冷却时间30分钟 特效3 激怒 使用 物理伤害增加30% 攻击速度增加20% 持续20秒 冷却10分钟 装备需求等级45 耐久115 115 装备下面一排小子说明 当提米还很小的时候 他最喜欢的 就是拿着玩具枪 躲在村子里的某个墙角 突然跳出来吓唬人 面对残梦亮晶晶的大眼睛 陆里点点头 同意这件装备 给他 最好的装备 不见得是最贵最极品的 而是最适合的 这件装备属性非常极品 高攻高属性 而且增加了20%命中 这对命中一直不太好的残梦 简直雪中送炭 而三个特效 分别囊括了控制 激动 爆发 之前的那把弓 其实也不比这个差多少 但是残梦偏偏就喜欢这把猎枪 第二件东西 是一颗合成石 增加伤害10% 算是非常不错的极品石头了 陆里干脆也分给了残梦 他这把猎枪 有两个凹槽 分别可以镶嵌 两种不同的石头 一块可以用这个加伤害的 另一块可以去工会仓库 淘一个增加属性的 下一个 BOSS也是小BOSS 他叫弗雷斯特恩 据说也来自达龙郡 他有着夜阴一样婉转迷人的歌喉 在月明星系的夜晚 总会站在发着幽兰荧光的湖边 轻盈对生命和世间的挚爱 净化斯坦索姆的行动 夺去了无数无辜者的性命 他们唯一的罪行 就是不该待在这座恶难临头的城市里 旅行歌手兼短笛演奏者 弗雷斯特恩 就是其中一位牺牲者 他在死后 继续在城市中游荡 无法接受自己的悲剧命运 在这里 他是一个能够演奏乐器的亡灵 可惜喉咙里再也发不出每秒的声音 没有人能够欣赏他的音乐 音乐和自由早已变成奢侈的幻想 那甜淡悠扬歌声中 淡蓝湖面上飞略的白鸟 只飘忽存在他的梦中 弗雷斯特恩是个黄鸣的怪 黄鸣这个词 来源于几百年前的电脑端游戏 所谓的黄鸣 就是不会主动攻击玩家的怪 但是杀他是一定的 因为他能抱好东西 魏蓝海风上去 就是一顿牌砸在对方脸上 哪怕弗雷斯特恩再怎么 绅士也怒了 更何况 现在已经是天灾怪物的他 更没什么好脾气 抬手就是一个多重射击 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打掉了一小节血 负责治疗的三月雨 吓了一大跳 下意识地就要独群家治疗 陆离连忙拦住他 别看这多重射击如此的密集 其实伤害并不高 而且攻击频率很固定 独群家完全浪费 目前的群家治疗技能还比较稀少 三月雨也就那么两个 弗雷斯特恩最有特色 也是最强悍的技能叫催眠曲 使目标进入沉睡状态 最多持续20秒 沉睡中每秒损失5%的血量 持续20秒 这个技能如果不被治疗 几乎是必死的结局 所以 陆离让三月雨留着群家血技能 等会救命的时候用 弗雷斯特恩血量掉1%的时候 他收起短弩 拿出一个长笛 没见识过催眠曲厉害的蔚蓝海风 哈哈大笑 这家伙打不过我们 要吹笛子给我们听吗 笛声想起来 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沉睡 在沉睡的同时 所有的人也都开始掉血 一节一节的掉 眨眼功夫就一大节下去了 三月 用徽章 然后给大家加血 陆离连忙说道 三月雨很听话的 用徽章解除了睡眠状态 读了一个群家血的技能 所有的人都从危险中脱离 第884章 烈焰短敌 弗雷斯特恩只是小boss 难度并不会太高 这个催眠曲很固定的 每掉30%血量的时候出现 小boss可以治疗一次 三月雨作为赛手 自然不止一种 接触睡眠状态的手段 这一次 比打听你用的时间还短 弗雷斯特恩倒下的时候 大家收获了一大笔经验值 毕竟是噩梦难度的副本 烈焰短敌 残梦拿着摸出来的装备 一字一句地念着属性 使附近的玩家开始跳舞 好东西 这个属于玩具 想要的话就roll吧 陆黎自己放弃了roll点 这种恶搞类的玩具 她没兴趣 妹妹露心估计也不喜欢 她是个很懂事的孩子 从来不会恶作剧 让玩家跳舞是个什么概念 飘灵问道 这属性悬之又悬 听起来都懂 可是理解起来就难了 梦梦你吹一下 陆黎说 残梦听话地把笛子凑在嘴边 使劲地吹了几下 她不会吹笛子 自然吹得极不好听 不过即便是如此难听的声音 依旧是起到了作用 其他九个玩家 在笛声响起的那一刻 居然都开始跳起了舞 只有陆黎早有准备 只是抖了一下后 就克制住了自己 我操 宝贝啊 蔚蓝海风睁大眼睛 这起步就是童话故事里的魔笛 小八将也在流口水 其他人也大多如此 就连月光都有点动笼 光天化日之下 莫名其妙地跳舞 这算是恶作剧里面的上上城了 谁没事会去跳舞啊 我就不roll了 你们roll吧 拿到的人负责这次副本的装备修理费 后面还有一个小boss 打完就收工 剩下的时间自由活动 洛黎白白手 去前面练习偷窃技能了 四五十级的怪物 就算是普通模板 还是有几率爆出配方图纸的 一番比拼下来 幸运的洛英 回忆成了烈焰短笛的主人 不过他拿到了之后 并没有装进背包 而是递给了小巴将 感动的小巴将抱着他一个劲的亲 其实我也打算给你们的 蔚蓝海风马后炮 关爱小妹妹 这是新兴拥兵团一贯的传统 不管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反正没人拆穿他 最后一个小boss叫不可饶恕者 莉莉亚曾是王国的正义之刃 追随王子殿下征战四方 豺狼人 鱼人 食人魔 强盗 各种各样的敌人 在他手上流进鲜血 他疯狂地崇拜王子 愿意为了王子 为了洛丹伦王国的人名 献出生命 在阿尔萨斯率军进化城市的那场屠杀中 莉莉亚是主要行使者之一 无数无辜者死在他的手上 这使他丧失了理智 他用自己的剑 将自己从疯狂中解放了出来 如今 他的灵魂因自己所犯下的不可宽恕的罪行 而拒绝超度 一直在斯坦索姆中徘徊 战斗一开始就是苦战 因为莉莉亚是一个法系的boss 她的常用技能冰霜阵击 是用冰块阵击玩家 造成冰霜伤害并使其移动速度降低 蔚蓝海峰本来就腿短 被减速后更惨 而且他的法术防御也低了一些 其他人根本不敢放手输出 因为一旦OT被boss追杀 蔚蓝海峰根本就没那个速度 能够及时地赶到救援 我操 这boss真难打 蔚蓝海峰叫苦连天 水平问题 难道碰见会减速的法系怪你就不打了 陆离呵呵她一脸 这货现在才知道自己的短板在什么地方 现在还不明显 等以后等级越来越高 boss会各种犀利 想要战装打boss几乎没有任何可能 那你说我怎么办吧 蔚蓝海峰一脸苦涩 让光光帮帮你 问问他怎么打兵法 而且你也可以从装备入手 增加一些自己的机动性 陆离懒得教他 再说他对战士懂得可没月光这么多 月光自然不会拒绝 现场开始指点蔚蓝海峰的一些走位的技能使用问题 陆离有时候也会差两句 大部分都是上辈子流传度很广的技巧 不可宽恕者掉了一把斧头 叫做破灵者 属性还算可以 带了一个比较特殊的特效 攻击实力目标格外损失50点生命值和魔法值 这武器不错 对付魔法值比较少的人 简直太好用了 月光动容 他显然属于那种一看就识货的人 想用破灵者打法师和术士之类的职业纯属做梦 因为法师和术士的魔法值比生命值都多 而且他们魔法恢复速度也快 在PVP中几十秒就能决定生死 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把魔法值给砍掉 但是像圣骑士 还有魔法消耗比较快的治疗职业就惨了 你拿去吧 估计这里也没有其他人会要 陆离将武器分给月光 破灵者也就是PVP有用 打怪是没啥用的 打boss的话 这个特效对boss无效 还有一个东西 只是白银装备 但是 蚕梦顿了顿 突然叫起来 咋了咋了 一到这时候 一看蚕梦的反应 所有的人就都开始兴奋了 就连陆离也不例外 不过他心里一动 极品的白银装备 不足以让小猎人失控 难道是 蚕梦已经把装备共享出来了 不可宽恕者的面具 白银 防御正5% 全属性加10 特效1 隐匿效果增加10% 特效2 将玩家幻化成其他职业 进入战斗状态之后解除 装备需求等级40 耐久无 这是萌面金 属于特殊装备中的特殊装备 极为稀有 大部分玩家使用的 都是没有任何属性的萌面金 陆离比较幸运 在游戏开放没多久的时候 就从交易行买到了一个带属性的 但是和这个比起来 还是差太远了 无名 黑铁 防御加1 全属性加1 特效 隐秘资料 可选择 装备需求等级1 耐久无 可以幻化成其他职业 这对陆离来说 蛮有吸引力的 而且加隐秘效果的东西 加的再少 对盗贼来说 都弥足珍贵 更不用说 前面还有防御和属性的加成 不过 陆离并没有要求其他人 把装备让给他 从加隐秘效果 可以把这件装备 当成盗贼德鲁伊专用 但是防御 加5% 就必须把MT考虑进去 其他职业防御 加5%所产生的效果 类似也比不上MT 他们的防御 是其他职业的好多倍 这样比较一下 这个蒙面金同样适合MT职业 月光也可以需求 他是战士 基础防御比盗贼也要搞很多 而且 PVP战斗中增加一点防御 就有可能救下自己的命 第885章 刺杀任务 最重要的是 蒙面金并不分职业 任何人都可以把脸蒙起来 ROBA大家 陆离心里滴血啊 开始思考 团长黑装备的话 会不会被打 最后还是决定做个好人算了 这个蒙面金 显然还没有触及他的道德底线 据说每个人都是可以背叛道德的 只是底线有所不同而已 算了吧 我还是不要了 飘灵摸摸自己的脸 一脸的痛苦 这样一张脸蒙起来 简直就是犯罪啊 我实在下不了手 物草 谁来把这货给杀了吧 我也不要了吧 我这头盔 把脸都罩起来了 外面再蒙块白布 实在太中二了 某中二少年 似乎觉得自己不蒙上 就不中二 我有更好的 小八将拿出来一块粉红色的蒙面金 其他人泪流满面 他们拒绝询问 这块蒙面金是什么属性 系统轻闺女 绝对不能用常理去猜夺 陆离你用吧 我们其他人 都没你那么招人险 洛英回忆说道 我们就算走在外面 也没有谁上来就看我们 你戴上它会很安全 多贴心的妹子 可你说话 为什么就这么不中听呢 陆离心里叹了口气 将自己原来的蒙面金 给了芝麻馅汤圆 他因为拥有传送门 而被其他大工会看作威胁 有机会的话 他们一定不介意让汤圆掉经验 最好是掉到灵级的那种 要去试试下一个BOSS吗 蔚蓝海风跃跃欲试 其他人也没太抗拒 他们连杀好几个小BOSS 视如破竹 被阵掌虐待千百遍的玻璃心 已经得到了完美修补 开始不知死活地 想去挑战下一个BOSS吞咽者 拉姆斯登 算了吧 今天到此为止 梦梦和八将下线去睡觉 陆离摇摇头 为什么 时间还早 八将抗议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小孩子要早点睡 不然将来长得跟风少一样丑 陆离也会吓唬小孩子 陆星小时候 可没啥被他吓唬 什么说话会鼻子变长 挑食会有大灰狼上来 把他吃掉 操 我哪里丑了 无辜中枪的某人 和队友分开 陆离去了一趟交易行 主要是购买一些 现在没什么用 但是将来会派上 大用场的稀有材料 他临去之前 又找根号三支了几百个金币 根号三 现在简直就是提款机 随时都有金币在手 大工会 尤其是俱乐部大工会 经常会举办 限时限量的金币换积分活动 只要往工会仓库里 存入一定的金币 就能换取积分 小工会根本行不通 因为他们的工会积分不值钱 裁决之间的工会仓库里 各种极品装备 稀有材料 药剂 道具 每当一听说要举办金币换积分活动的时候 才觉知建工会的人都会把身上积攒下来的金币 扔进仓库里 为了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 根号三还特别规定了 每一次单个人的最高购买量 所以他正常情况下 根本不缺少金币 上次可口于花了一万多金币 把工会资金一扫而空 还欠了省万三不少外债 仅仅只过了两天 通过一场兑换积分活动 他就再次聚集一大笔金币 当然了 积分也不能乱发 如果仓库里的东西被兑换完了 那工会士气必然受到影响 而且价格也不能乱标 大家都是来玩游戏的 谁也不是傻子 咦 美味蜂蛇配方 只要六个金币 陆离几乎是用最快的速度 把这个配方秒了下来 别说六个金币 就算是六十个金币都不会亏 美味蜂蛇本身是一道美食 非常的好吃 而且 使用可以随机变成海盗 或者是忍者 可以说是变身类道具中 鼎鼎有名的存在 这张配方 在平级之地任何一个怪 都有可能爆出来 千万不要觉得 这样配方就烂打街 每个怪都有可能爆没错 但是很多人在这里刷三五天 都不见得能爆出来 等到大家都知道 这张配方珍贵的时候 再进入游戏的新玩家 会特地跑到平级之地 升级做任务 上次去哀嚎下副本 小八将念念不忘 据说能变海盗的图纸 可惜 就算是有残梦 这样的小红手 自始至终也没爆出来过 陆离拍下这张图纸 可没打算去卖钱 他再怎么值钱 也不过几百个金币而已 他打算拿去送给小八将 他的那只精灵龙 自从吃了伊兰尼库斯的龙血精华 目前一直沉睡 让小八将整个人都有点奄奄的 想必他拿到美味风蛇图纸 一定会非常开心吧 正看着 突然就收到了 来自水精灵的信息 做什么呢 有点是想找你帮忙 正好有空 说吧 毕竟是盟友关系 陆离还真不好拒绝 反正他感兴趣的几个分类也看完了 除了那张美味风蛇配方 也就买了几百个金币的稀有材料 我再做一个拉文获得庄园的任务 难度不是很大 但是有点麻烦 水精灵解释道 为什么没找你工会里的人 陆离下意识地问 然后就觉得自己问的还真是白痴话 如果可以的话 想必这女人一定不会来找自己 刺杀受人营地的一个NPC 必须是组织内部的人才能共享任务 水精灵说了一个地点 在陆离赶路过去的同时 解释了一下这个任务的内容 塔纳利斯的加基森水利公司 日前向拉文获得庄园 提交了一笔丰厚的赏金 为了支付悬赏废徒歹徒首领 卡利夫斯科比斯汀的灰迹 灰迹等同死亡证明 这就意味着地金财团 实在无法忍受这个盗匪了 毫无半点妥协余地 在经历无数次勒索和抢劫之后 加基森的商业集团 发现他们之前是何等的错误 那些钱拿出来的话 都可以请杀手 做掉这个可恶的家伙了 在提交的罪行说明中 水利公司浓墨重彩地 给了三条悬赏理由 一 杀害加基森水利公司的雇员 二 偷窃加基森水利公司的资源 三 抢劫加基森水利公司的财产 在水精灵揭取这个任务 之前已经有两个拉纹 或德庄园的冒险者 参与了任务刺杀 可惜他们都失败了 丢失了经验之不说 还被组织扣除了一些声望 第886章 女土豪的立场 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够用吗 见到了水精灵之后 陆离不无担忧地问道 没问题 周围的地形和兵力分布 我都查探好了 水精灵共享过来任务 有点无奈地说道 加基森水利公司给出的期限 是今天晚上星星最亮的时候 必须完成任务 等不到明天了 你该早点告诉我的 陆离翻看了一下任务说明 和水精灵一起召唤出座棋 向废土营地奔去 说实话 刚刚离开达纳苏斯的满目翠绿 就进入了沙利漫天的塔纳利斯 还真是让人不适应 不过这里 还是有着大片的仙人掌群 陆离认为这是由于和安哥洛的地下水源 时间已经入夜 在塔纳利斯不用担心照明的问题 巨大而皎洁的月光让这里如同白昼 根据水精灵手上的情报 废土强盗们目前驻扎在热沙港附近 热沙港这个小村庄 是安宁的地精和平和的巨魔的聚居地 他们大部分时间在捕鱼以及抗击南海海盗 他们安装了一些机器来淡化海水 但这些东西只是偶尔管用 所以 这个地方生存的最大威胁是淡水 反倒是食物不比发愁 这里有最好的海鲜 水平还要超过鲁色蓝村的精灵 大概都是多少级的怪 陆黎问 45到50非常多 而且大部分是随机移动的 就好像现实中的强盗一样 据说之前那两个玩家 把他们当作怪物对付 结果自然就悲剧了 水精灵显然有所准备 至少资料很齐全 好吧 等下见机行事 陆黎对这样的任务也很头疼 按照女土豪的说法 不能把这些强盗当成普通怪物 那当成什么 难道当成现实里的强盗 那样对付 对付现实里的强盗 倒是有一种特别简单的方式 打电话报警 你们在夏斯坦索姆副本 水精灵骑马走在陆黎身边 马蹄踩在柔软的沙地里 悄然无声 这样快速移动说话 都能听得比较清晰 是的 前面几个BOSS已经搞定了 后面的比较艰难 斯坦索姆副本 有识好几个BOSS呢 有的完了 陆黎感慨说道 他也没啥好隐瞒的 记得很早之前上学的时候 那是他为数不多 关于学生时代的记忆 几个小朋友 总是在考完试之后对答案 然后说自己考得不好 某某道题 又做错了云云 等试卷发下来 却是一百分 虚伪地让人讨厌 几个 水精灵很无语 我们的人连第一个都没打掉呢 你们也开始开荒了 陆黎很惊讶 根据他手上的一些情报 水精灵也不过46级 他们的MT甚至 还停留在45级的地步 这样的情况去下斯坦索姆 就算装备再好 也很难有进展 这也是为什么裁决之剑 这次能把斯坦索姆 前面几个BOSS首杀 都收入囊中的原因 是啊 不开荒又怎么办 其他工会 都已经开始进驻副本了 水精灵很无奈 他虽然明知道 目前的玩家 还不具备开荒斯坦索姆的实力 但是当别的工会 都开始开荒的时候 威宇阁如果依旧按兵不动的话 会让底下的工会成员 觉得高层不作为 他们追随的是进取的工会 而不是畏缩的工会 最好等MT升到48级的时候 再下副本 陆黎停住坐骑 视野所见 已经是废土强盗的营杖 48级也不是那么容易 就升到的 我们本来也有不少可口鱼 可惜都被某些人给骗走了 水精灵收起坐骑 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忧愿地看着陆黎 嗨嗨 陆黎被呛住了 男子汉大丈夫 敢做不敢当吗 女土豪很有女王范的质问道 我没说不承认 但是你也知道 很多时候 我们要考虑的东西很多 陆黎一头冷汗 他万万没想到 水精灵会在这里问罪 从道义上来说 他们是盟友 从交情上来说 他们是朋友 而且还有点 说不清到不明的小暧昧 虽然双方都没有过任何表示 但最起码 都不愿意主动地伤害对方 但是可口鱼的事情 陆黎没想过告诉水精灵 当时没有说 即便是重新再来 也不会说 因为这种资源 对本来就示弱的裁决之鉴 太重要了 与江南贵族火拼至今 虽说士气犹存 完美地打赢了这一场奠基之战 但是这场战斗 也让裁决之鉴损失惨重 本来就低别人一等的工会 平均等级进一步之后 按照不完全统计 其他大工会的精英团成员 平均等级 普遍在44级左右 而裁决之鉴 即便是现在 也就43级多一点 就算陆黎是个花心贪恋魅色的人 他也不会不分轻重的烽火系诸侯 江南贵族会赔你们一笔钱 但是不能宣扬 你心里价位是多少 水精灵顿了顿 没再继续刚才的话题 而是重新换了一个 他并没有什么立场 去要求陆黎为他做什么事情 商业家族出身 利益为先的道理他比谁都懂 当你什么事情 都没有为对方做的时候 要求对方为你做事 本身就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随意吧 但是不能宣扬 陆黎有点迟疑 他和江南贵族打成这样 为的并不是争一时之气 也不是为了报前世之仇 在长远目标的面前 这一切都是虚的 陆黎是个很讲究实际的人 他为的是打出裁决之剑的豪气 队内鼓舞人心 对外展示实力 让其他工会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不对外宣扬的话 这个休战就没有太大价值了 说不定别人会觉得 是裁决之剑求饶 到时候又是一场口水战 这样打下去也不是办法 而且江南贵族虽然示弱 但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扳倒的 就算不宣扬 难道别人就不知道了吗 水精灵劝说道 江南贵族请他做说课 他也确实答应了做和氏楼 不过原因不是左右逢源 而是真心为了陆黎考虑 别说还稚嫩的裁决之剑 就算是威宇阁这样外有无双城 蓝宇做盟友 内有烟宇楼 二次园居 速手遮天等好几家排名前百的分会 他们也没有可能 一次性踢翻江南贵族 毕竟是老牌大工会 裁决之剑和他们好不见得会输 但是绝对会影响发展 第887章 谭心 陆黎沉默了一会 必须得承认水精灵说得对 而且他对上江南贵族的出发点 也不是要干到这个老牌工会 他为的只是魔力自身 让裁决之剑 能够走得更踏实一点 裁决之剑崛起得太快了 这并不是好事 我建议你多要点钱 江南贵族也就只剩钱了 或者 水精灵面色古怪地说道 你也可以索取他们的明星赛手 比如童颜无稽 星梦青舞 这两个人和景色无伤关系并不好 原来这样也行 陆黎有点呆滞 他突然觉得 有句话说的真是恰到好处 最独不过夫人心 一个不能顾全大局的领袖 你何不给他留点生路呢 水精灵嘲弄得笑笑 如果逼急了 江南贵族倒不了 但是景色无伤 估计就坐不稳位子了 万一换一个更有能力的领导 反而得不偿失 原来你这么厉害 陆黎由衷地说道 这种战略层面的东西 陆黎一个连基本教育都没接受的人 还真没什么天分 就算是根号三 他也更常于工会管理和日常事务 我们啊 也不见得愉快 水精灵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神色有点怅然 你们还有烦恼的事情 在陆黎的眼中 水精灵这样的人 现实中是天之娇女 游戏里是微语格女王 简直完美的不真实 居然敢说不见得愉快 压得真是矫情 不说这个了 星星还好吗 水精灵显然不想多提现实 还不错 就是在家里闷得无聊 最近学会了各种撒娇 提及妹妹 陆黎的脸上露出了更加柔和的神色 你们兄妹俩关系真好 水精灵很羡慕 你们有兄弟姐妹吗 陆黎问道 没有 不过 水精灵皱着眉头说道 那个人 我的后母 最近怀孕了 后母 陆黎不知道该不该说恭喜 按照一般剧本里的表现 哪怕后母再怎么伟大 当选择对象 是前任留下来的孩子 和自己亲生的孩子 任何人都会选择后者 我恐怕永远都没办法 像你对妹妹那样 对待那个还没出生的孩子 水精灵苦笑着说道 你爸爸 应该不会重男轻女吧 陆黎也觉得 这是棘手 应该不至于 我从小到大 都是被他当作继承人培养的 岂能说放弃就放弃 只是今后会怎么样 变数就大了 水精灵心情很复杂 小的时候 他羡慕地看着 其他小孩自由自在地玩耍 自己只能待在屋子里 在好几个家庭教师的指导下 进行各种学习 在最叛逆的年纪 他无比渴望挣脱这种命运 甚至起过离家出走的念头 而在他已经将要任命的时候 却被告知 地位有可能被取代 何等的讽刺 陆黎无法体会 这些富人们的想法 但是他可以从个人的角度 进行分析 就算他长大 那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不如你做自己的事业吧 将来都是你自己的 水精灵还真的认真地思考了一番 然后点点头 你这个方法 似乎真的不错 我为什么不可以做自己的试验 以后游戏会越来越火 你可以试着 把这一块要过来 陆黎虽然重生的短 也仅仅知道三年以后的事情 但是他比任何人都知道 未来这三年的变化 是何等的逆天 游戏娱乐产业全面开花 再加上智能机器人的进一步普及 在所有产业都陷入困境的时候 游戏产业突飞猛进 游戏啊 现在游戏里的这些都是 我在管理 似乎很容易就能争取到手 水精灵有点异动 现在就开始担忧 也实在太早了一些 陆黎觉得挺荒唐 水精灵他家后妈怀孕了 他这个老大 就开始担忧今后的生存问题 其实很多事情 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好吧 咱们开始做任务 杀进去还是声东击西 水精灵在营战外围停住脚步 我们其实可以派人来把小怪引走 陆黎打量了营地 神色并不轻松 这个营地实在太大了 声东击西绝对行不通 更何况 之前水精灵也说了 这里的怪物智能很高 如果组织判定 我们找人帮忙 任务会失败的 水精灵很无奈 加基森的首席工程师 沙克斯 比格维兹 有两个常规任务 要求玩家干掉 十个废土窃贼 和十个废土强盗 只要接了任务来杀 就不会算咱们作弊了 陆黎已经开始叫人 裁决之剑 有在这里活动的盗贼 他们很快就接到了命令 百十号人 接取了任务之后 火速赶了过来 他们反正也快要 结束今天的游戏生活了 能够为老大做点事 自然没什么怨言 老大 你这是 有人凑过来打招呼 然后就看到 停停玉利的女土豪 盗贼甲很显身材 就算是蒙着脸 也遮掩不住 她美好的气质 所以来的人 直接就看愣了 他们一向 从来冷清的精神领袖 居然陪着一个妹子 做任务 实在是太让人惊讶了 是水精灵 总有识货的人 或者说是聪明的人 狗男女的名头 很容易联想 辛苦大家了 这么晚还跑一趟 水精灵也没藏着掖着 大大方方的 和过来的人 打了个招呼 不辛苦不辛苦 盗贼们一阵傻笑 都觉得 今天在塔纳利斯混 赶上好时候了 平日里总听说 狗男女有一腿 可没有亲眼看到 谁也不敢确定啊 快点去做任务吧 你们的目标 把这里的小怪 尽可能地吸引走 陆离摆摆手 开始赶人了 好嘞 老大你和水姑娘 慢慢聊啊 嘿嘿 盗贼们 嬉笑着扬长而去 估计还有人 进行了偷拍 嘿嘿你妹 陆离对这些人 极度无语 不过他也不是白痴 知道这些人 嘿嘿的深意 只是他从来没考虑过 这方面的事情 尤其对象 是水精灵这个可能 在之前 他没进游戏的时候 水精灵和他 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即便是 现在他们 也依旧相差甚远 第888章 配合默契 抛开杂念 在营地里 小怪越来越少的时候 潜伏了一会的水精灵 和陆离对望一眼 开始朝营地 最中间的那个军长出发 此时距离 今天的游戏 结束时间 最后45分钟 卡利夫 斯科比斯汀 看起来四五十岁 文质彬彬的样子 据说早年的时候 他曾经是一个淫游诗人 因为得罪了一个贵族 而遭受阉割 愤怒之下 扔掉了竖琴 拿起了腹锤 他应该是一个准boss 毕竟是两个人做任务 系统不可能设定一个boss 让人刺杀 等一等 陆离拉住水精灵的胳膊 水精灵差点被他 从前行中拉出来 不由称怒地瞪了陆离一眼 大有你不好好解释 咱们就没完的架势 陆离指了指地面 是以他自信观察 怎么会有脚印 水精灵就着月光 终于发现陆离说的东西 NPC前行的话 是会留下脚印的 玩家不会 这里一定有能够前行的精英怪 陆离在组队频道里 用文字解释 怎么办 水精灵自己都没有发现 和陆离一块玩游戏的时候 他会懒得去思考 因为他知道 只要问陆离 就能得到比较圆满的答案 也不知道 这算不算依赖 你往那边 我往这边 绕着营帐 把前行单位揪出来 不过首先 我们要确定 一共有几个前行怪物 陆离凭着自己 多年的游戏经验说道 千万不要觉得 这些怪在营帐外面 不会影响里面杀目标怪物 这样的搭配 外面前行的盗贼 就形同斥后保镖 他们的作用 不仅仅是保护目标人物 这么简单 还起到了一个市井的作用 当里面发生战斗的时候 他们就会通知 营地里的其他人 可别忘了 这里的怪物智能很高 一旦他们老大出了问题 那些被引走的怪物 会第一时间回来 陆离沿着左边往前走 很快就发现 前方有一个前行着的目标 对方没有发现他 但陆离也没有动手 他观察了一下 对方的移动速度 绕过去继续往前找 这样很快就摸清楚了 前行者的数量和位置 我这边一个 碰头之后 水精灵说道 也一个 等他们分开比较远的时候 咱们集中杀一个 陆离担心 他们会发出警报 最好就是能够确保 一直控制到死 拉文获得庄园的任务失败 惩罚太高了 谁都不想丢失小阵营的声望 两人偷偷摸摸地找上一只怪 很默契地轮流着使用控制技能 在另外一个怪绕过来之前 解决了这只 掉了什么 东西被陆离捡了 水精灵随口问 给你吧 陆离把东西扔了过去 也没往自己背包里塞 你手真黑 下次不许摸BOSS 水精灵无语地 看着手里接过来的装备 陆离这个黑手之王 居然摸了个白板 五十级的精英怪 怎么也不可能抱白板吧 好 等会你来摸 陆离微炯 系统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让他在妹子面前丢人 第二个精英怪挂掉 换成水精灵摸尸体 可惜他也没摸到什么好东西 只有一块沾满黄沙的肉干 吃了之后 可以获得一定时间的属性增幅 不过会持续掉血 这样的东西吃了会死人的 掉血已经算是便宜的了 陆离很有风度地 没有笑坏女土豪 当先摸进银杖 踏入银杖的第一时间 陆离立刻倒退 想要退出来 可惜已经迟了 卡利夫 斯科比斯汀 冷哼一声 从桌子前站起来 目光如有实质地 钉死了陆离 怎么会这样 水精灵扼腕 准BOSS是可以控制的 如果他们两个 能够站到先手 战斗会轻松很多 桌子上那盏灯是显影灯 和猎人的照明弹 原理相似 咱们应该先把那个灯打掉 陆离上辈子见识过 所以知道这种道具 也知道怎么对付 但是现在说什么都迟了 卡利夫 斯科比斯汀是盗贼 但他此时手上拿的是一把弩 随时都可以射过来 好东西啊 可以带走吗 水精灵问道 前提 咱们要杀得死这家伙 上 陆离当先冲了过去 卡利夫 斯科比斯汀抬手就射 第一剑擦着陆离落空 第二剑陆离猛然间 化身成了一个蝙蝠 身影一闪 便到了他的面前 哇 这个挺酷的 是技能还是特效 水精灵赞叹道 在别人面前 一向冷冰冰的他 可从来不会如此的大惊小怪 这些细节融入在生活之中 两个都不太有经验和天分的当事人 一无所绝 强化前行 顺发 让盗贼隐藏起来 直到前行状态消失 前行效果提升 阴影环境下前行效果进一步提升 随机特效 化身蝙蝠 使用该特效以后 施法者会变身为蝙蝠 飞行一定距离到达指定的位置 冷却时间两分钟 陆离被显影灯照出来 但是前行并没有消失 所以他此时还处于前行状态 落地后 起手就是一个偷袭 成功把正要切换武器的废土强到头子 打入晕眩之中 然后快速的叠加技能 造成了一个又一个伤害 与此同时 他也顺便把这个技能 向水精灵解释了一番 强化技能 水精灵大吃一惊 你哪里学来的强化技能 难道你找到自己的导师了 嗯 是组织里的一个大宗师 上次和你一起的时候 你也听过他的名字 陆离没什么好隐瞒的 他的消息来源 还是水精灵的导师呢 女土豪自始至终 都参与了整个事件 加罗娜 她真的没有死啊 水精灵再次受到了惊吓 她对这个人的故事很感兴趣 再加上想帮陆离多获取点信息 事后还缠着自己的导师 帕索尼亚 萧尔 更多地获取了关于加罗娜的信息 注意接手控制 确实没死 或许我下次可以带你去见他 其实自从拜师 陆离好几天没见自己的导师了 等下完斯坦索姆副本 他还是要打算去导师那里找点任务做的 说不定能奖励一本强化影席什么的 强化技能实在是太给力了 水精灵有点遗憾地说道 可惜我的被刺 还打不出导师要求的完成度 至今都还躺在仓库里呢 第889章 将计就计 两个顶尖盗贼加着准boss 完全是碾压的节奏 就算有偶尔没办法控制的时候 无论是陆离还是水精灵 都能开减伤抗几下 而且 他们还都有回血的手段 这个任务 其实并不是非陆离不可 请等一等 卡利夫 斯科比斯汀 扔掉手里的武器 停止了反抗 这是要做什么 从来没有遇见过类似情况的狗男女 面面相去 一时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游戏里并不缺少智能化很高的NPC 有的是固定智商很高 比如丛林守护者雷姆洛斯 还有幽影谷的卡莱罗纳 还有一些是短暂的高智能 在特定的剧情特定的场合 有的NPC智能会拔高到常人的水平 我决定投降 我愿意做你们的仆人 请绕了我一命吧 卡利夫 斯科比斯听哀求道 仆人 水精灵嫌弃地看着这个长相猥琐的汉子 但是又觉得他实力还可以的样子 如果能够带着下副本链集 一定会非常的给力 毕竟是准boss母版 攻击和防御都很给力 几个技能也不比玩家弱 把你身上的装备交出来 我们就相信你 路里不动神色 对啊 我怎么没想起来 如果对方真的交出战利品的话 那绝对是赚的 卡利夫 斯科比斯听低下头 似乎在犹豫 过了一会才迟疑地说道 你们必须保证我的安全 不能再对我动手了 或许你们应该先发个誓 操 这么多废话 速度弄死他 路里好像生气了 操起匕首上去就捅 可怜的卡利夫 斯科比斯听已经丢弃了武器 怎么可能是路里的对手 本来就所剩无几的血量 更是进一步滑向低谷 等等 等等 我交 我交还不行吗 卡利夫 斯科比斯听很无奈 还想磨磨蹭蹭 就看到路里又抬起了匕首 他知道这家伙有多么的心狠手辣 刚才那一轮 完全是把他往死里捅 路里 水精灵不敢直接说 而是从组队频道发消息 没事 我心里有数 路里很快回应他 显然知道他在担忧什么 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打怪 他们是接了拉文或德庄园任务的 玩不成任务 不给吃饭 两把匕首都给你们 在地上你们自己拿 这行了吗 卡利夫 斯科比斯听 一脸的心痛 不行 我们要图纸什么的 不然就只能把你宰了 我们自己拿了 路里断然拒绝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这种准boss不可能出太极品的装备 就算是黄金装备 都不可能出 地上两把匕首再极品 充其量也不过是白银装备 这对路里和水精灵这种级别的玩家 毫无意义 反倒是很多配方图纸 都有可能从准boss身上爆出 还有极小的概率 有稀有材料 我没有 卡利夫 斯科比斯听的话还没说完 路里身影一闪 就到了他背后 刷刷刷又是几下 好不容易恢复一些的生命值 再次岂岂可危 水精灵看得心惊肉跳 他不得不承认 路里确实是个狠辣的人 对一个毫无还手之力 正准备投降的人 也能杀得不亦乐乎 住手 都给你们 卡利夫 斯科比斯听 这次是真的怕了 我喊到三 如果看不到我要的东西 我们就自己拿 路里停住手 但是匕首不离卡利夫 斯科比斯听的脖梗三寸之外 随时准备继续刚才没有完成的事情 给你 卡利夫 斯科比斯听 愤愤地将一张配方掏出来 路里一把夺到手上 扫了一眼之后 就心情大为开怀 因为这是一张非常不错的附魔配方 虽然路里本身不会附魔 但是他的装备 大部分都进行了附魔 工会里有几个专门的附魔师 只要把装备给他们 他们就会有各种材料 为装备添加相应的属性 路里之前得到过一张 附魔邪恶武器的图纸 邪恶武器的效果是 久性的为 一把武器附魔 使其可以诅咒目标 造成持续暗影伤害的同时 减少目标10%的防御 而他手里这张图纸叫涂魔 效果是永久性的 为一件近战武器附魔 使其有一定几率 击晕恶魔 并对其造成额外的伤害 虽然涂魔不见得比邪恶武器更加极品 但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附魔方案 而且 涂魔是火焰状的效果 有点类似于飘灵 最近得到的提步的赤炎长剑 外观是非常的漂亮 一定不缺少追捧者 我们两个人呢 一件东西怎么打发 陆离将图纸装进背包里 然后继续勒索 水精灵捂着脸 有点替陆离觉得丢人 敲诈怪物 也能敲诈的 如此没有底线 他今天是大开眼界了 你们这些卑鄙的精灵 去死吧 轰的一声巨响 似乎有炸弹之类的东西被引爆 效果除了伤害 还造成了范围内的晕眩 水精灵和陆离都被晕住 卡利夫 斯科比斯汀 闪身逃到巴马之外 与此同时 一群小怪 从银杖外面蜂拥而入 有废土游荡者 废土刺客 还有废土暗法师 一下子就将卡利夫 斯科比斯汀 保护在中间 卡利夫 斯科比斯汀 杀气腾腾地吼道 该死的精灵 你们真的以为我会投降吗 别做梦了 我只不过在拖延时间罢了 然后陆离和水精灵 就用看白痴的眼神看他 难道有谁不知道 这压的是拖延时间吗 而且 就算他真的要投诚 陆离为了确保任务的完成 也会找借口宰了他 给我杀了他们 实在受不了这种眼神了 卡利夫 斯科比斯汀一挥胳膊 小怪们蜂拥而上 陆离启动了鞋子上的特效 瞬间穿过密密麻麻的小怪 出现在BOSS的身后 偷袭 被刺 一连串的技能叠上去 等到连击点数达到满直的时候 他放弃继续这样输出 而是摇身 已变成了一头巨狼 这种平时轻易不会动用的爆发 在此时使用出来 本来就已经残血的卡利夫 斯科比斯汀哪里扛得住 小怪们听到最后的惨叫 回过头就看到 那个男性冒险者 正用匕首把他们老大的脑袋 一点点地割下来 然后放进背包里 地上只留下一具无头尸体 第八百九十章 披风 准BOSS都躺下了 小怪自然翻不起什么浪花 这些小怪 有的四十多集 也有一些到了五十集 陆离和水精灵两个 不见得能以二挡百 但是从容而退 是绝对没问题的 陆离抄起掉落的东西 喊了一句扯呼 两人便各自使用了强引技能 交任务也特别简单 传送到南海镇 然后把头颅交给街头的女招待就行 这种悬赏杀人的任务奖励 还是挺丰厚的 水精灵那边 得到了三颗强化石 还有丰厚的经验和声望奖励 作为被共享的对象 陆离得到的 只有经验和声望 而且数量也比不上水精灵 不过他已经满足了 毕竟没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拉文或德庄园 是一个刺客组织 主营业务就是杀人 只要愿意接 经常能够接到这种刺杀任务 有的是杀盗匪 比如今天的这位卡利夫 斯科比斯汀 有的是杀伤人 一般都是竞争对手出钱 还有的是杀军官 最后这一项奖励最为丰厚 常常有传奇等级的PVP装备出现 当然了 刺杀军官难度非常高 即便有一群盗贼齐心协力 成功的概率也不会超过一成 水精灵分给陆离一颗强化石 陆离看他挺坚持的 就没客气 其实对他们这个层次的人来说 一颗强化石根本知不得什么 体现的主要还是态度问题 任务完成之后 陆离和水精灵都要回答那苏斯下线 出了传送阵没多久 就看到了一大群人 在对着一处指指点点 陆离扫了一眼 就觉得特别无语 因为忠心焦点的那个人他认识 可不就是飘零 此人平时回头率本来就高 现在腰上挂着一把散发着火光 类似于科幻电影光剑的武器 让人看第一眼就忍不住去探究一番 估计还有人闻讯之后 从其他城市跑过来看热闹 毕竟现在游戏时间快要结束了 大部分人都从野外 副本回到城里 不时地有人过去请教 这东西是什么东西 从哪里爆出来的 那不是你们对的飘零吗 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武器 就连水精灵都特别感兴趣 所以说人是感官的动物 好看的东西谁都喜欢 而且大部分人都有类似的虚荣心 尤其是那些不为温饱所愁的人 他叫提布的赤岩长剑 斯坦索姆的铁匠铺门口 那几十个怪能开出重垃圾箱 里面能够开出来这把武器 不过别抱太大指望 运气不好 偷半年都未必偷得出来 陆离并没有隐瞒 这算是一个大秘密了 水精灵很清楚其中的价值 看飘零那边的情景 他显然没有透露真实情况 谢谢 回头我让人试试 水精灵很感激地说道 不客气 陆离不怎么在意 提布的赤岩长剑 只是一把观赏性比较强的东西 就算知道这秘密 也影响不到实力 数光这么多玩家 发现这样的秘密 实在太简单了 对了 你参加了马拉松是吧 长阳在达纳苏斯的 绿树曼藤铺就的街道上 水精灵突然问起这事 没错 怎么你也参加了 没有 我听工会里的人说你参加了 既然你参加了 估计就是奔着冠军去的吧 也没什么把握 试试看 能不能得冠军 德鲁依实在太变态了 其他职业很难有机会 不过我估计 你应该有希望 水精灵掰着手指头 细数陆鲁的优势 你会飞 也能变豹子 而且还是森林之子 陆鲁却有点被他 白皙纤细的手指吸引 即便是再怎么迟钝和无知的人 一旦到了相对的年纪 被异性吸引 都是一种本能 在不知不觉中 陆鲁停留在水精灵身上的目光 已经带上了一抹惊艳的眼色 这种感觉 会随着时间一点点的积累 怎么了 水精灵说了一会得不到回应 好奇地推了一下陆鲁 没事 想事情呢 有点发呆 于是水精灵便有一刹那的不爽 这人实在是有点过分 和他说话他不认真听 居然能在和自己相处的时候走神 这是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的体验 可是在陆鲁这里成了家常便饭 虽然你这么多优势 但是我听说 童言无稽对冠军势在必得呢 水精灵小小地打击一下陆鲁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很多人都对冠军势在必得 陆鲁无所谓地说道 言下之意就是 虽然童言无稽想的冠军 但是在我这里 未必能够如愿 他有一个冷却时间很短的技能或者特效 是猎豹形态下加速 他的猎豹形态和你一样 而且他也能飞 只是距离比较短 这些都是秘密啊 女土豪是怎么知道的 陆鲁终于还是重视起来 如果森林之子的猎豹形态下 还能加速 那跑得确实比自己快一点 而且 童言无稽什么时候学会的飞翔 就陆鲁所知 目前能够飞的 就只有他和小八将 不过转念一想 倒也不觉得不可能 曙光游戏那么大 里面的机遇五花八门 不是他所能尽知的 别人有什么奇遇也正常 你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 陆鲁知道 女土豪 不会无缘无故地谈起这件事 我有一件披风 可以借点你 女土豪有点得意 当初华影碑的时候 陆鲁就靠着 从他这里借到的装备 一举击败了荣耀之都 成了那一届的黑马冠军 有什么条件 陆鲁问 在你眼中 我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吗 水精灵撑了他一眼 好吧 借我用用 回头再还给你 陆鲁从善如流地改口 这确实算一个不小的人情 毕竟牵扯到了一件 非常不错的传奇装备 就算水精灵说 不用付出任何条件 一旦有机会报答的话 陆鲁还是会把这个人情还掉的 别人要不要是一回事 你还不还是另外一回事 陆鲁其实本以为水精灵 会索要斯坦索姆攻略的 就算他们攻会 MP等级比较低 但是如果有攻略的话 还是有希望 打掉几个精英难度boss的 水精灵直接交易过来一件披风 白色 摸在手里很柔软 第一印象就是 很可能中看不中用 毕竟盗贼都是低调的风格 第891章 女土豪的善意 不过陆鲁并没有那种精神洁癖 会认为 这种被外观不符合他的审美 而去启示他 曙光这款游戏 常规装备不分男女 只是同样一件装备 穿在男人身上 和穿在女人身上 会自动更改外观 甚至多出几朵小花的点缀 也不是没有可能 当然 陆鲁更关注的是装备的属性 幻影斗篷 暗金 护甲65 敏捷加40 力量加20 体质加10 移动速度正15% 特效1 幻影迅捷 使用后移动速度增加200% 持续30秒 冷却时间2分钟 限飞战斗状态下使用 特效2 幻影突击 分化出三条幻影 出现在目标背后 每条幻影 拥有本体40%的攻击力 持续20秒 冷却30分钟 特效3 幻影逆行 使用后进入强影状态 前行效果增加20% 移动速度增加300% 持续6秒 冷却时间1小时 装备需求等级45 盗贼专属 耐久150 150 看到属性后 陆离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知道这件披风 这种披风 当然不是唯一的 他上辈子跟团下厄运之锤的时候 就见到过这个披风 那一次副本吓得很不愉快 团长一开始的时候说 所有的东西都弱 只要需求就可以 但是这件披风爆出来之后 团长那岌岌可危的底线 瞬间就成了泡影 他以各种理由 黑下了那件装备 野团就是这样子 团长拥有装备分配权 他无耻起来 谁也没办法 所以 陆离这辈子 才会对团队那么看重 即便是牺牲一部分利益 他也笼络了一批信得过的小伙伴 然后一步步走到现在 从来没有因为装备红过脸 陆离的披风 比这件差远了 乌独披风 金梁黄金 护甲45 敏捷加30 力量加16 移动速度正6% 特效1 隐秘效果增加18% 特效2 如影随形 使用 以40%的加速冲向目标 持续3秒 接近目标后的第一个攻击技能 伤害增加30% 冷却时间2分钟 装备需求等级40 耐久115 115 只是陆离的这件披风 是套装部件 所以一时半会 也换无可换 除非他能够找它更好的来替换 而且还要替换整个套装才行 没有套装属性加成的话 污毒套装的散件都比较一般 幻影斗篷 对他来说 最大的一条就是幻影训捷 增加200%的移动速度 持续30秒的时间 2分钟冷却 只能在非战斗状态下使用 是让这个特效急速贬值的设定 可是对他参加马拉松比赛 并没有什么影响 谢了 这装备很极品啊 怎么得来的 陆离很好奇 杀人爆出来的 水精灵有些得意地说道 作为一个和众多大神并列的女玩家 她经受了太多质疑的目光 公众普遍认为 她的名气很多的是靠颜值 那个可怜虫 没有山号虫来吗 陆离突然很同情那位被杀的哥们 盛世王朝的长恨哥 那天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疯 在我练集的时候偷袭我 结果被我杀了 掉了这件披风 不愧是出了名的明星赛手 水精灵对此表示 非常有成就感 盛世王朝的长恨哥 也是盗贼中的佼佼者 当年崛起 也是一路腥风血雨 无数人扑救了他的成名之路 可惜盛世王朝近几年目气沉沉 连带着他们的赛手 也显得进取无力 长恨哥在轻敌的情况下 被水精灵反杀 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他没有找你要回去吗 陆离笑着问 估计不会 摸不开脸面吧 他成名的时候 我还是个小菜鸟呢 水精灵没开眼笑 现在他用事实不断地证明自己 回头 我让人把斯坦索姆的攻略 整理一份给你 陆离犹豫了一下之后 还是决定投套暴力 而且共享攻略 并不会影响他们拿手杀 亡灵区的后面两个boss更加难缠 而且还有血色区几个boss等在后面 好 水精灵翘起了唇角 并没有拒绝 然后 两人就坐别分开 游戏时间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 临走之前 他们还约定了 下次一起做任务 本来一个挺有难度的任务 因为陆离的参与 两个人配合起来 竟然没了任何悬念 第二天上线 陆离先是清理了两个瘟疫之地的常规任务 然后便开始参加马拉松的晋级赛 如果能在三轮晋级赛中脱颖而出 就可以作为100名的候选 去决胜出最后前三名 获得丰厚奖励 陆离对前两名势在必得 不能第一拿到传奇装备的话 第二名直接升一级 同样诱惑力十足 第三名据说是经验值和装备的组合奖励 可想而知 这个经验一定比不上第二名 装备自然也和第一名相差甚远 陆离对这个实在是兴趣不大 站在赛道的出发点 随着发令枪一声巨响 所有的人冲出了起跑线 在现实中 马拉松长跑 是国际上非常普及的长跑比赛项目 全程距离26英里385码 折合为42.195公里 游戏里的赛道长度更长 而且地形也变得极为复杂 有崎岖的山路 有泥泞的沼泽 还有幽深的水路 为了马拉松比赛 游戏还专门设计了一个体力值的状态条 每个参赛的人都有一百点体力值 跑得越快 体力值下降得越快 便豹子比人行跑更消耗体力 骑马也一样 飞行的话当然最消耗体力 不然的话 陆离变成乌鸦 一口气飞到终点 岂不是稳操胜券了 体力值也不是说 就一百点用完就成废人 按照不同的状态 体力值也在不断地恢复 站着不动恢复的最快 随着状态的不同 一直到飞行 几乎是不会有体力恢复的 所以 如何合理地调配时间和前进方式 就成了考验选手的一个难题 不过玩家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 他们经过出赛的体验 和事后的总结 也慢慢形成了一套可行的方案 当然 这么短时间整理出来的东西 当然比不上陆离这个重生者带来的攻略 他上辈子没参加过类似的比赛 也没专门研究过 但是一些基本的技巧道听途说 比这些人要懂行得多 第892章 马拉松技巧 最开始的时候 当德鲁伊们进行冲刺的时候 陆离是慢跑的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这种路段很平整 而且 道路几乎是一条直线 慢跑消耗的体力很少 付出的代价 就是 很多人超越他老大一段距离 跑了大概几分钟 道路开始崎岖 坑坑洼洼不说 偶尔还有山石瓦砾堆积 很多地方玩家不得不绕行 德鲁伊的冲刺优势 再也发挥不出来 无可奈何 这段距离 他们只能恢复人形 以减少不断损失的体力值 陆离召唤出了 无头骑士的缰绳 这匹死灵战马 非常的适合这种地形 因为它无痛无痒 而且 就算陆离没有学习飞行骑术 它也能够轻飘飘地 避开那些坑洼之处 坐骑的差距 在这里也能体现出来 巨魔族的迅猛龙跳跃能力最强 在这种地形最具优势 然后就是各种今后具备 飞行能力的坐骑 之前拉开的距离大幅度缩小 而且 陆离比前面的那些人 有更多的体力值 等到跑完这段崎岖之路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 则是一段水路 现实里的马拉松 绝对不会这么做 人在剧烈运动之后下水 可是有可能死人的 正常的玩家 会使用水下呼吸药剂游过去 在高端点的 有一些装备或者道具 能够增加水下游泳的速度 不久前的钓鱼大赛 还出了一根鱼竿 装备后 玩家可以选择性地变成一条鱼 无限制地在水下呼吸和游泳 德鲁伊们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他们直接变海豹 陆离同样如此 它在水里的速度 甚至要超过普通的德鲁伊 只是消耗的体力一样多 水路过后 又是一段比较平整的路线 这一次 陆离就不再慢跑了 它变成了一只乌鸦 飞上天空 朝着直线的方向一直飞 这段路虽然平整 但是却弯弯曲曲地 穿行了好几座山 俗话说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这种弯弯曲曲的道路走起来 当然不如从天上直线飞过去快了 不过 在这个阶段 陆离居然发现了 其他能够在天上飞的人 其中有一个身上 延伸出了一对火红色的翅膀 只是飞行速度 比陆离这个乌鸦曼太多了 假如说陆离的飞行 增加了60%的速度 那这个长翅膀的人最多 只是增加15%到20%的样子 在这个阶段 陆离终于成功地 挤进第一梯队 成为跑在最前面的那伙人 能比他快的 几乎一个也没有 之前这些人 可是80%都跑到了他前面 所以说 一开始跑得快 并不见得有用 这一段山岭稍微有点长 陆离飞过去之后 已经再也没有体力供他飞翔 甚至连急跑都办不到了 曙光属于虚拟现实的游戏 所以 移动速度 只是一共参考数据 根据人的选择 可以有不同的行走速度 不过总体来说 还是分成了三种 尤其是在马拉松这种比赛中 更加明显 行走 慢跑 急跑 急跑速度最快 会消耗的体力值最多 行走最慢 但是在行走的同时 可以恢复体力 慢跑介于两者之间 体力的恢复 就不如行走了 直接用急跑 当然能在短时间内 达到最大的爆发力 但是体力消耗太快 行走的话 速度实在太慢 容易被超越 所以 经验丰富的选手 一般都懂得如何 在这三种状态下 进行切换 在之后的阶段 陆离一直领先 再也没有 出现过落后的情况 即便有人爆发速度 也只是短暂的 接近陆离 等体力值消耗完了 又打回原形 陆离甚至连编豹子 都不用了 就用这种 一直保持体力的方式 慢慢拖赢了这场比赛 他成为第一个 来到终点的人 到终点的时候 他的体力值 正正好好消耗一空 算是非常完美的 发挥了最大效果 这一场比赛 与其说是要赢过其他人 不如说是在验证心中 所知道的一些东西 同一时段的 当然不止他们 这一个赛场 还有很多赛场同时进行 传奇装备的诱惑力 非同一般 只要是对自己 有点信心的 都不介意花点时间 尝试一下 人性如此 不见棺材不掉泪 再没有真正见识到 高手厉害之前 总是习惯性地 抱着一些侥幸心理 不是所有的人 都像水精灵那样 知道自己与冠军无缘 也不是所有的赛场 赢得都是德鲁伊 学会了飞行术的法师 拥有特殊光环 或者写起了飞行坐骑的圣骑士 召唤飞行士像鬼的术士 还有少数特殊宠物 可以带给主人 风驰电车的速度 洛黎在今天的比赛中 非常保守 因为他哪怕一个技能 都没有使用 要知道 技能和装备特效 所带来的速度 是不会额外计算体力值的 结束了这一场马拉松之后 时间还早 残梦 小八将 芝麻馅 汤圆这样的高中学生党 都还没开始上线 和昨天的猎雄大赛一样 陆离今天 也选择参加了一个很慢的游戏 虚拟条件下的游戏 几乎就是第二个世界 游戏公司从设计方面入手 争取让游戏的内容 不再是单纯的炼机打本 圣诞一直到春节 几乎整天都有活动 没有任何人有精力参加所有的活动 就算所有的活动 都有奖励也不行 陆离今天选的这个是杀人游戏 他和无数参加游戏的玩家 一起被投放到了一个偏现代风格的城市里 这个城市里 拥有数量庞大的原住民 他们看起来和玩家没有任何区别 而且 他们拥有几乎等同于玩家的智能 根据陆离上辈子看到的一些帖子来看 很多玩家怀疑 这里有不少 NPC都是 现实中的人在操纵的 进入到这里之后 陆离以最快的时间 找到了一个身材和他相仿的NPC 然后打晕了他 这可怜的家伙 手里还拿着一块被咬掉不少的面包 手里提着的是一个电脑包 就好像城市里那些打工的人一样 换好衣服整理好头发之后 陆离捡起地上的电脑包和面包 一手提着电脑包 一手拿着面包 走回了人行道上 就在他不远处 一个茫然的玩家被几个NPC围住 然后活活地被捅死了 第893章 杀人游戏 其实 这个城市可以看作是特殊副本 判断仇恨的依据 不再是系统所赋予的玩家和怪物固有身份 而是一种基于智能技术的视觉判断 一旦被NPC发现你是玩家 铁定是你死我活的结局 还有一点不同的是 玩家不能杀死原住民 杀死原住民的话 不仅会扣出一定的机会 而且还会有一个五分钟的鸿鸣时间 鸿鸣一眼就能看出来 你是玩家 在到处都是原住民的城市下场 可想而知 所以 陆离刚才只是打晕了那个原住民 比赛胜出的条件是 积分排名最高 而积分的获得只能靠杀死其他玩家 在降临城市的一刹那 无数人死在最开始的三分钟 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伪装自己 穿着原住民的衣服 陆离此时看起来 就是一个下了班往家里赶的原住民 而且他的匆匆行走的同时 偶尔还会低头啃 一口面包 一个交通警站在他身边 丝毫没有发现他是个玩家 这里必须提一下交通警 杀人游戏里最可怕的NPC 其中就有交通警 这毕竟是城市里最常见的执法人员 他们配备一定的武器 可能是电棍 甚至也有可能是手枪 玩家一对一正面对上交通警的话 几乎没有任何幸存的可能 而且 交通警的观察力最可怕 不想死的话 最好绕着他们走 陆离站在交通警旁边等了一下红灯 灯变色之后 他才若无其事地走过去 整个过程都没有慌乱的表现 可能也和现实中的经历有关 不说常客 最起码陆离和警察之间彼此都不陌生 他知道什么样的表现 才能让警察不会怀疑到自己头上 行走过一个街道 陆离转身走进旁边的商店里 老板在不在 帮我拿一包烟 还是那个牌子吧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币 放在了玻璃柜台上 李建里传来一句回应 烟自己拿 钱放着就好 这怎么行 你得找零钱 昨天还好好的 金盖不能见人了是不是 陆离眯起了眼睛 借着有点刺眼的白赤灯 目光在地板上仔细地扫尸了一番 我正忙着呢 那你下次再给钱吧 里面的人不耐烦地回应 那好吧 我还急着回家呢 屋子里面的一个年轻人 正在穿衣服 在他旁边躺着一个浑身只剩内衣的男子 此时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他也没想到 这会儿突然有人会进来买东西 早知道把外面的门关上就好了 直到听见客人离开的脚步声 他才松了口气 穿好衣服之后 年轻人打量了一下这个狭小的居室 似乎试图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突然之间 他整个人都僵住了 因为 在这个安静的小房间里 他听到了第二个人的呼吸声 那么的轻微 却无法忽视 转身 挥拳 整个动作行云流水 在没有了游戏技能和装备的副本世界里 他这种身手 不可谓不高超 不然也无法在无声无息的情况下 就杀死了小卖部的老板 可惜 挥拳落空 转身还没看清后面的人 他就感觉到自己的喉咙猛的一通 人类的喉骨实在太脆弱 这一击之下就碎了 他努力地想要抬头去看清楚 偷袭他的是什么人 可惜意识逐渐模糊 身体上的痛楚 更是让他整个人都缩成了一个虾米 偷袭他的 自然是陆离 模拟出离开的脚步声 只是为了麻痹屋子里面的玩家 至于为什么判定小卖部的老板 已经被吊包 那是因为 外面地板上没有擦拭干净的血迹 虽然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对于观察入微的陆离来说 已经足够了 之前所谓的买烟什么 仅仅只是试探 进门之后 屋子里的情景足以说明一切 更何况这个年轻人 那么明显的鸿鸣状态 陆离根本不用担心错杀什么人 将两具尸体扔到床上 用被子盖起来 陆离熟忍地在床头柜子里 找到了一把水果刀 这把刀不大 却非常的锋利 没有安全感的人 会用它来防身 只是这一把 没能来得及保护它的主人 这样的犯罪现场不能多呆 陆离可没有年轻人那么狂妄 他找到小刀之后 就快速地离开了这里 系统刚刚提示他 获取了五个积分 比正常人的两个 或者三个多出一些 原因是他击杀的时候 那个年轻人 还是鸿鸣状态 这种情况下的积分 有一定的奖励 出了门 陆离手里拿着一包烟 匆匆地离开 他并没有真的找什么地方去回家 那样只会弄巧成桌 不少玩家把NPC 当成智商底下的傻子 最后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而且 这个游戏时间有限 最好尽可能地多赚积分 不少的人逗留 甚至还有一群大妈在跳广场舞 陆离走在一个人旁边 手里的刀子快速地一划 那人便捂着喉咙倒下了 实在是太刺激了 这种现实中 根本不敢想象的事情 就在他手上发生 而且 你真的近乎变态 倒下的人 很快就被两个警察抬走 其他人似乎见怪不怪 一点也没受影响的 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从这一点来说 确实和现实有那么一些不同 刚才这人衣服倒是换了 可惜太不合身 而且很多动作都是 NPC所没有的 不要以为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和NPC混在一起 更能够凸显玩家一举一动 都是多么的不协调 除非是像陆离这样伪装的 天衣无缝 贯穿城市的 小河边有不少人钓鱼 陆离将电脑包放在旁边 坐在石阶上 一边看老伯钓鱼 一边和他闲聊 这样的情景不算太常见 但是绝无破绽 没有玩家敢这么和原住民 近距离接触 其实这根本不难 只要言谈举止 不要表现得太刻意 就把自己真正当成这里的原住民 一般情况下都不会露现 陆离一边用这位老伯伪装自己 一边观察这片区域 混进来多少个玩家 等到观察得差不多了 他伸了个懒腰 如同老朋友一般的 和老伯告别 然后若无其事地 走到其中一个比较近的玩家身边 这个玩家在装模作样的钓鱼 他刚才已经看到了陆离 因为陆离和那位老伯 就像是熟人一样攀谈 所以他丝毫没有怀疑陆离是个玩家 在陆离走到他身后的时候 也没有提起足够的警惕 结果他自然就悲剧了 第894章 猎杀 将杀掉的人推进水里 陆离立刻起身离开 还有两个他严重怀疑 是玩家的对象都没有去杀 这里是游戏 在你观察别人的同时 你也同样被别人观察 在陆离和钓鱼老伯聊天的时候 他或许是一个标准的NPC形象 可一旦他出手杀人 表现的就绝对不是NPC的习惯 有时候暴露自己的最大原因 往往不是破绽 而是贪婪 陆离混进人群中 很快就消失在这个小广场里 类似的场合 虽然有击杀的机会 但是太同意暴露 一旦被NPC或者玩家堵上 就很有可能阴沟里翻船 叫上一辆出租车 陆离坐进去之后 就表现出一副疲惫的样子 和那种上了一天班的职业精英 没什么区别 他掏出一根烟雕在嘴里 却没有点着 师傅 我刚出差到这边 附近有什么能够放松的地方 嘿嘿 出租车司机立刻心领神会地笑了起来 他扭头 向陆离挤几眼 玩什么样的 需不需要彻底放松一下 陆离看上去 似乎非常的心动 但是最后还是摇头 拒绝道 不用了 就放松的地方就行了 敌听什么的 没有敌听酒吧也行 人多也热闹 当然 必须妹子要多 交给我吧 最多15分钟就让你看到铺天盖地的漂亮妹子 出租车司机猛地一踩油门 车子飞快地串了出去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要去嗨皮的人是他呢 陆离看了看万表的时间 已经晚上9点多钟了 他一点也没有感到惊讶 虚拟技术的发展 如果说神经传感 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创新 那么 时间技术 就必然是一座所有人试图攻克的大山 长生不死 是任何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古往今来 无论是神仙修士 还是帝王将相 不管是什么人 只要不是那种想方设法 只想弄死自己的人 任何人都不想早死 人们期待着虚拟技术 能够实现时间的扭曲 比如游戏里过了三天 现实中只过了一天 甚至于游戏里生活一辈子 外面仅仅只是一瞬 那时候 或许就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永生 这方面确实有一定的进展 可惜研究了几十年 都始终无法普及 今天这个副本 从某种意义上 应用了这种不成熟的技术 杀人游戏三个小时的时间 在这个副本空间里 玩家却可以度过十二个小时 整整四倍的差距 果然如同司机说的那样 十五分钟之后 陆离站在了一处 巨大的夜总会面前 陆离隐晦地看到 门卫冲出租车司机点了点头 估计他们都是认识的 甚至于司机 把客人带到这里 能够拿到提成 也说不定 几位 一个 陆离表现得非常自然 一张百元大钞 成功地吸引了门卫探究的眼神 他推开门走进去 一门之隔 里面扑面而来的 便是喧嚣的世界 混杂着的 还有汁粉和烟酒的味道 或许还有一种 让人血脉喷张的热气 这是一个巨大的场子 周围 是一个个酒桌和吧台 你可以一个人喝闷酒 也可以找小姐作陪 往中间是巨大的舞池 或许彼此间 还是陌生人的男女 此时就在这里摩擦和挑逗 最中间是更高一些的舞台 一群性感女郎 正在卖弄风姿 陆离选择 坐在了吧台位置 让酒保给他调了一杯酒 先生 要帮你介绍姐吗 酒吧看陆离世生面孔 很热情地说道 不用了 再给我倒一杯 陆离将酒一饮而尽 站起来把酒杯放在酒保面前 我喜欢自己来 再给我倒一杯 看着我的酒 回来再喝 酒吧呵呵一笑 示意陆离放心 陆离摇摇晃晃着 如同醉鬼 很快混进了摇摆的人群之中 这里不止他一个猎人 一个显然不怎么 适应这种场合的玩家 不小心露出了破绽 被另外一壮汉拧断了脖子 壮汉半搂着挂掉的玩家 挤到一个酒桌边 把死人小心翼翼地 趴在桌子上 看上去就好像睡着了 挺谨慎 也挺有头脑 可惜在喧嚣之中 他根本就没有发现自己 也成了猎物 不管人是多么地粗壮 喉管都是脆弱 而且致命的 当陆离的刀子 从他的喉管划过 他也只能徒劳地挣扎了几下 随后就保持着和之前 那个人一样的姿势 趴在桌子上了 陆离杀了这家伙之后 立刻匆匆地离开 他可不像犯和这壮汉一样的错误 这里是敌厅 趴在沙发 桌子上沉睡得罪鬼不计其数 倒也不至于那么快 被人发现 这两个家伙死了 杀掉刚刚这个壮汉 陆离已经连续三次获得积分 现在总积分达到了11分 壮汉杀了不止一个人 积分仅次于红明 那个河边钓鱼的 只给了陆离两个积分 聊胜于无 然而 陆离更多的是 追求自身安全 并不是太在意 这些积分的多少 一旦被叫破形藏 他很可能会被智能的NPC围杀 陆离混进跳舞的人群之中 很快接近了最中央那些 跳舞女郎的位置 他发现了一个目标 这人活该成为陆离的目标 作为一个玩家 居然被NPC舞女的美色所吸引 这会儿正不知死活地 想要去爬上台子 摸舞女的大腿 陆离上去一把拽住他 不好意思地对其他人说道 不好意思 我朋友喝醉了 不好意思 实际上 那把锋利的小刀 已经刺破了目标的心脏 将尸体挟着 带到人少的地方处理掉 陆离继续寻找 可以下手的对象 为了不被其他玩家列为目标 他打一枪 就换一个地方 从来不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 系统 刺杀任务开启 A军 黄色T恤男子 身高173厘米 体重67公斤 保镖人数5 奖励15积分 居然是场景临时任务 而且是15积分的任务 陆离不动神色地 躲过一个原住民小妞的贤猪手 眼神朝入口的方向挑过去 很快就看到 在几个保镖护卫下 最近来的刺杀目标 这个场景里所有的玩家 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提示 所以 任务并不简单 第895章 专业 无论如何 这都是15积分的任务 畏缩只会错失机会 陆离确认揭举任务 然后将目光从A军收回来 仔细地观察着周围这些人 在A军进来时候的反应 他显然不会满足 A军这15点积分 他的目标 是把A军当成目标的玩家 一个玩家正挤着要往A军那边靠拢 而陆离就在他行进的路线上 陆离没有盯着他看 只是在他撞到自己的时候 才报了一句粗口 某某 撞死什么撞 想死是不是 说着 还推了对方一把 被原住民报了粗口 这个玩家 对此并没有太在意 他眼中全是那明晃晃的15个积分 所以 当下口中连连道歉 就连推搡到自己身上的手 也没有拨开 一阵剧痛袭来 当他再去找那个 推自己的原住民的时候 已经发现 周围再也没有对方的影子 最后的苦笑残留在嘴角 又一个玩家被游戏出局 A军成了陆离最好的帮手 朝他靠拢 或者盯着他 看的人几乎全部都可以杀 而且还不用担心错杀到 NPC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陆离又杀掉了7个人 总积分达到了32 保镖们护着A军进入场子 选了一个桌子安顿好 很快就有几个陪酒的燕女 过去伺候着 陆离在他四周距离至少100码的距离徘徊 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靠近 尽管他有好几次机会和目标擦肩而过 他不会那样做 第一是为了继续猎取积分 第二 就因为他知道 击杀目标之后 至少五分钟内 会处于一种鸿鸣状态 在人流如此密集的场合 鸿鸣绝对会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他一边猎杀同行 一边在寻找完成任务之后的退路 终于有一个玩家成功地接近了A军 他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过去 看上去就好像有什么事情 要和A军谈一样 A军的保镖 从这个玩家一出现 就开始盯着他看 陆离在暗处摇摇头 心中充满了对这位玩家的同情 因为这个人 实在是太自作聪明了 A军显然是一个有势力的人 从他那几乎遍及全身的纹身看 估计还有点黑暗背景 如果真是一个普通人 想要和他攀谈 又怎么会真的若无其事 一个普通人 碰见黑老大 是什么表现 谦卑 紧张 忐忑 或许还应该有一些异想天开的期望 不然的话 这个普通人 为什么要去接触 平时避而不及的黑老大 就在玩家以为自己 获得了短暂的信任 有可能接触到A军的时候 两个保镖突然一左一右地架住了他 另外一个更壮瘦的保镖走过来 攥起拳头 恨恨地在他胸口击打了好几拳 死 陆离都忍不住倒吸了口冷气 就算是游戏 看到这样的场景 也有点受不了 这可怜的玩家 在被打第二拳的时候 就已经口吐鲜血了 后面那几下 他或许都没有了感觉 尸体被扔在旁边 观看了这一幕的原住民毫无反应 依旧在这个喧嚣 而又颓迷的夜场里 宣泄着自己的热情和善良 就好像眼前这一幕 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另外两个已经靠近的玩家 猛地停住了脚步 他们开始考虑 更有效地接近目标办法 而陆离则没有类似的烦恼 因为这两个玩家 已经成了他的目标 当然 他也没有轻心大意 即便是这个场子里的玩家 注意力都放在了A军身上 如果他的动作太明显 仍然有暴露的可能 一前一后解决掉 这两个暴露出来的玩家 陆离的总积分 已经冲到了50分 从11分到50分 这么短的时间 赚了将近40点积分 收益比刺杀A军 还要分后两倍多 这些人都把目标 放在了A军身上 完全是舍本求没 陆离在这个夜场继续猎杀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一个 能够在鸿鸣状态下 仍然逃脱的安全通道 他看了看时间 擦了一下小刀上的血迹 将小刀放回兜里 然后在一个沙发上 找到一件体恤 把沾了血迹的衣服 换掉 最后大摇大摆的打算 就这样离开夜总会 任务完不成 又没有惩罚 对他来说 不值得继续冒险了 出了夜总会 陆离站在马路边上 吸了一会烟 最后确认 A军短时间 并不会离开夜总会 这和现实世界 还是有不少差别的 接二连三地遭受刺杀 保镖都被杀死了一个 他居然还能继续 待在夜店里嗨皮 根本就不合理好不好 一边吐槽 陆离一边招手 叫来了一辆出租车 随后的几个小时 他就这么游荡这个城市里 酒吧 夜店 会所 这种夜生活泛滥的地方 都成了他光临的对象 类似于刺杀A军 这样的任务 也接取了好几个 只有一个 因为目标身边的人 被杀光了 被陆离捡了个便宜 而且当时又比较容易脱身 剩下的几个任务 全部都没有完成 陆离的原则 就是 安全第一 积分第二 任务连第三都排不上号 总积分363 这就是他一晚上的劳动成果 如果没记错的话 第一届的城市杀人 比赛冠军 似乎只是200多积分 也不是 没有超过300的 但是几个积分超过了300的 都是因为经受不起冠军的诱惑 万里长城倒在了最后一步 越到最后越危险 就好像系统专门为了 和玩家作对一样 有三个混会儿 就找到了陆离藏身的这个小巷子 这些都是原住民 但是他们不会因为陆离装得像个原住民 就法外开恩 至于打架的理由 不外乎就是把身上的钱交出来什么的 陆离一个大男人 他们这时候 也只能劫财 陆离没有说什么求饶之类的话 在对方还没说完场面话的单 上去就砸了一拳 打架这种事 他玩得比盗贼 还溜好不好 盗贼他只是玩了三个月 游戏他只是玩了两年 可是从小到大 他打了十几年 各种各样的对手都打过 眼前这三个小混混 很快全都躺到了地上 陆离摸出小刀 很残忍地将他们手筋脚筋挑断 然后塞住嘴巴 扔进了垃圾桶里 这样至少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内 他们是不会死的 他们不死的话 陆离就不会鸿鸣 他就可以继续躲在这个小巷子里 拖到游戏时间结束 第896章 陆离烤红薯 陆离正蹲在巷子里耗时间 耳边突然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 他这才突然想起来 有件事情被他忽略了 那就是 杀人游戏的最后两个小时 才是最难熬的 找个地方躲起来没错 躲得却不是这些战武渣的混混 警笛声提醒了他 现在整个城市的警察都开始出动了 顾不及懊恼 陆离快速地出了小巷子 这里是死胡同 被堵在里面的话 有死无生 更何况 他也没办法解释自己 为什么要待在一个小巷子里 出来之后 道路上时不时地 就呼啸而过一辆辆警车 这些是早就被淘汰的交通工具 据说兴盛于两百多年前 陆离尽可能地避让着走 因为这个时间 不管他装作多么若无其事 三更半夜走在大街上 都会被人盘问 万一被看出什么破绽 这身上好不容易积攒的积分 可能就付诸流水了 一开始只有偶尔几辆 到后来就越来越多 陆离甚至看到 有几个玩家被警察拦住 最后或者被发现 破绽活活打死 或者奔逃之中被击毙 心里有开始有点慌张了 对于这场游戏 陆离认为自己最大的优势 就是心理素质 然后才是 对一些游戏规则的熟悉 前世看过的攻略 其实都没太大作用 毕竟 这是属于智能化很高的一场 杀人比赛 现在 心理素质高 也没法淡定了 有一次 甚至都有警察看到了他 幸运的是 正要上来盘问的时候 突然有其他玩家拔腿就跑 成功地帮助陆离 吸引了仇恨 陆离不得不朝城市 更偏僻的地方逃跑 而在他身后 那些躲到强嘎拉里 以为自己 能够躲过一劫的玩家 都被扯了出来 直接就地枪决 场面不是一般的凄惨 曙光这个游戏 并不太虐玩家 游戏终究还是要吸引玩家 但是在这一类的特殊场景当中 玩家可不再有什么顾客 是上帝的待遇 游戏公司算是想着方的虐杀玩家 或许有人会觉得 这样可能遭到玩家抵制 但是事实上 这一类的死亡游戏 偏偏拥有超高的人气 越是血腥残忍 才越是能够吸引玩家 比如 今后陆续开放的剧情任务 类似于一个小副本 或者是一个小说场景 或者是一部电影 玩家进去之后 要完成一定的任务 才能获取奖励 这一类副本 大多充斥着死亡和血腥 思考的功夫 陆离已经把这条街快要跑完了 陆的尽头是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 警车密密麻麻 他们甚至开始进入居民区 挨家挨户地彻查 似乎是不打算给玩家留什么活路了 陆离扫了一下时间 还有一个多小时呢 这时候 他突然看到了路边的一个小摊子 他顿时眼睛一亮 这是一个老头 铁定是 NPC正站在寒风中 哆哆嗦嗦地烤红薯 三更半夜 街道上几乎很少有行人 但是为了生活 他只能继续坚持 争取把已经烤好的卖光 能多卖一个 就少损失一点 大爷 和你商量点事 陆离走过去 拿起一个红薯熟忍的包皮开吃 你想干嘛 吃白食可不行 老人警惕地看着陆离 这样恐无有力的年轻人 最喜欢干的事情 就是拿东西不给钱 他们并不缺少一块红薯那点钱 主要就是要那种欺凌老弱的快感 人性的丑陋 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 这里有一些钱 买下你的这个摊位 明天早上 你可以来推回去 陆离将衣兜里的钱 全部拿了出来 足足好几千块 都是他顺手摸来的 这些红灿灿的纸币 对他来说毫无意义 你要拿我的摊子做什么 老头很紧张 他这破摊子 确实不值几千块钱 却是他吃饭的家伙 没有这个摊子的话 拿什么去养活 香如以沫的老七 还有这块手表也送给你 我小的时候 最羡慕的 就是街头烤红薯的大爷 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所以今天晚上 打算扮成一个烤红薯的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我也不强求 陆离已退为尽 行 行 今天这里 就交给你了 别弄坏我的家伙 老头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拒绝不了 红彤彤毛爷爷的诱惑 看着老头越走越远 陆离终于松了口气 他熟练地拿起几块碳 扔进炉子里 然后慢悠悠地 添了两个红薯进去烤 随着火力的加大 红薯的香味愈发地浓郁 你是谁 刚才烤红薯的老头吗 一个刚刚从居民区 检查出来的警察 看到陆离 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 他严重怀疑陆离是外来者 这些外来者十分危险 动辄就能杀人 我爸他回去了 年纪大了 熬夜不好 陆离很镇定地回道 你爸 警察狐疑地看着陆离 试图从他身上 找出一些破绽出来 他看不出什么东西 但是又不甘心地 接着盘问道 看你的样子 倒像个白领 这点小钱还赚 现在又没什么人卖红薯 我爸农村人 厚道 今天没卖完的 明天烤了不好吃 他又不舍得 把这些烤好的红薯扔了 所以我只能尽量 把这些卖掉 陆离加了一个烤热的红薯 熟练地给他翻了个身 给我来一个吧 警察看到陆离烤红薯 那熟练的动作 疑心消除大半 最后居然还打算买一个 好嘞 陆离拿出旁边的纸袋 装进去一个也不成重 直接递给警察 大哥拿去吃吧 你也知道 我不缺这几块钱 我和我爸都觉得扔了可惜 这怎么行 警察更加感觉不好意思了 之前他还怀疑陆离呢 大晚上的这么辛苦 就拿着吧 我早点卖完 也能早点回家 明天还要上班呢 陆离笑笑 坚持递过去 不收钱不行 违反规定 警察递过来一张二十块的纸币 不管够不够 就这么些了 那行 就不和您客气了 您拿好 注意安全 陆离把钱接过来 塞进口袋里 也不提找林的事情 显得倒是很豪爽的样子 让警察对他好感大增 远处有几个警察 刚刚打死了一个玩家 看到这边的情景 就一起走了过来 还没等他们盘问 这个买红薯的警察 就指了指陆离说道 我朋友 在这里帮他爸卖红薯 你们干脆也来几个吧 早点卖完也好收摊 第897章 全都换成经验 其实这些警察有很多手段 让玩家献出原形 落到警察手里 又能逃脱的实不存一 但是只因为这句话 其他警察便误认为 陆离和买红薯的警察认识 自然不会再把这些手段 往陆离身上用 几个警察很给面子地 买了几个红薯 然后继续去找玩家 陆离很认真地烤着红薯 一点也没有因为警察离开而放松 直到城市杀人游戏 彻底结束的那一刻 他才确认离开 然后附近的人 就看到一道白光 笼罩了那个烤红薯的年轻人 下一秒人就消失不见了 系统 恭喜你以363的成绩 获得城市杀人比赛冠军 奖励积分200 奖励声望值若干 奖励经验值若干 陆离站在达纳苏斯的绿荫树下 拉出了为城市杀人比赛 临时设计出来的积分界面 这里有积分可以兑换的东西 经验值 声望 装备 材料 还有一些配方道具 他先是看了稀有材料 很快就掠过了这一项 不仅仅都市常见的材料 兑换的价格 还巨坑无比 陆离比赛中 赚了363 加上后面奖励的 也就563积分 里面的装备 最好的是黄金级别 对于普通玩家 或许已经是意外惊喜 但是陆离怎么可能看得上 所以装备也不选 道具配方 也没什么特别稀有的 最后就只剩下经验值和声望 声望获取的方式 其实有很多 作为一个重生者 他并不为此担忧 那么 563点积分 就全部兑换成经验值吧 当然 不够他升到48级 但是也相差不远了 毕竟原本就有了不少经验 估计打完斯坦索姆副本 妥妥的48级 曙光就是这样 高端玩家 即便是不整天升级 也能走在大部分玩家的前面 城市杀人游戏结束之后 陆离便开始和队友 会合着一起朝斯坦索姆进发 今天裁决之剑正好没有比赛 他们的主要任务还是下副本 最好是能直接拿下手杀 一个副本下两天 其实不算什么事 那些难度更高的副本 在攻略没有出来之前 甚至要开荒好几个月 或许是发现裁决之剑 开始攻略斯坦索姆 瘟疫之地一下子 就涌入了无数玩家 地图再也不负之前的荒凉 但是玩家并没有取得 什么决定性的优势 野外死掉的玩家 尸体到处都是 为了保障新兴拥兵团 能够顺利安全进入副本 陆离也不敢大意了 裁决之剑的工会 PVP团在肥猴子的带领下 提前赶到斯坦索姆 成功地获得了此地的话语权 包场 别开玩笑了 曙光玩家基数那么大 这种大地图 而且是联盟部落 两个阵营共享的地图 根本没有任何包场的可能 除非裁决之剑不想混了 要和所有玩家为敌 不过 肥猴子这几百个人 已经足够暴涨 他们开荒团的安全 进入副本后 前面刷新了不少小怪 陆离等人不得不清理了一番 好在副本 CD更新 之前BOSS是不会再刷新的 他们重新来到镇长所在的位置 尸体早就被刷新不见了 都过来 准备穿过这个门 陆离观察着大门之内 那些怪物行进的路线 他必须确保 进去之后不会第一时间 引到怪物的仇恨 因为这些一直在游荡着的怪物 这道门坑死了无数玩家 很多时候 进去的人都会第一时间 引到四处走动的怪物 而引到怪物之后 最大的问题就是 身后的铁栅栏 会立刻放下来 最惨的是 引到怪物和铁门放下来 最惨的是 队伍里的人都被关在了外面 还没进来 陆离上辈子就遇到过一次 那一次治疗被关在外面 里面几个人 面对不断游荡过来的怪物 最后只能和治疗隔着一道门 泪眼相望 最后进去的人 全数死绝 杜绝这种情况 就必须要求队员们 第一时间进门 然而就是观察怪物路线 尽可能的晚一点进入战斗 有了陆离这个老司机 新兴拥兵团的众人 自然不会那么悲催 他们全都进入了大铁门之后 大铁门再因为怪物靠近而落下来 蔚蓝海风上前拉住小怪 其他人有条不紊的输出 现在还是游戏和谐大神 没有发力的时候 怪物模型一般做的都比较真实 之前的小怪都是亡灵 难看就难看一点吧 至少还不足以让人作呕 可这里的小怪 让人连多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他们的身体 由各种其他生灵的肢体缝制而成 据说 有一种亡灵 经常受到其他亡灵的欺负 他们弱小无力 也没有什么战斗技巧 他们开始想方设法改造自己 试图让自己拥有庞大的体型 或许这样之后 就可以走向亡灵人生巅峰 追随阿尔萨斯 成为更高等级的亡灵 于是 这些弱小的亡灵 便开始一刻不停地 在自己身上 缝制各种尸体残骸 慢慢地 他们的体型便越来越大 带到他们意识过来 发觉自己与那肉皮囊 已经生长在一起 于是他们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 叫做缝合怪 缝合怪确实是亡灵单位 非常强大的战斗机器 他们往往一手拿着钩子 一手拿着重武器 把人勾过来 然后狠狠捶死 而且 他们邂逅防高 杀死这样一个缝合怪 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甚至比得上外面一波小怪 往边上去一点 到那个墙角去 陆离出声 好 蔚蓝海风也发现问题了 这里的怪物都在游荡 而入口的位置 是必经之路 不等你这波怪杀完 下一波就又游荡到这里来了 这样的话 怪物会越来越多 而墙角的位置 却不是怪物必经之路 陆离他们可以悠哉悠哉地清理小怪 清完了之后再拉一波 过去就是 偶尔也有单个的巡逻怪 游戏里称呼他们叫做110 这些110其实并不难杀 难的是在他们发出警报之前 把他们杀掉 而且 万一110叫做喷胆者的话 从外形上看 就是肚子烂的 已经露出了巨大变异的胆脏 这种怪物 不仅能够喷毒 还能够从肚子里 钻出很多小怪 类似于蜘蛛 密密麻麻地一拥而上 很多队伍在这里团灭 除非有AOE职业 群伤职业 出来力挽狂澜才行 比如一个强力会使用 傲暴术的法师 第898章 纳萨诺斯 凋零者 群伤的职业 这里还真不少 陆里的刀扇就是群伤 花底离青石法师就不说了 芝麻馅汤圆 残梦 甚至连飘零的奉献 都能发挥不错的效果 这些从肚子里钻出来的小怪 血量极小 唯一的优势 就是数量庞大 而且移动速度惊人 清理了广场 就看到瑞文戴尔男爵大人的城堡大门 缓缓地打开了 一个沉重的脚步声响起来 从这种走路的声音 就可以想象的出来人 有多么惊人的块头 而真人出现后 更是没有让人失望 比起这位 刚才那些缝合怪 简直颜值爆表 这就是瑞文戴尔男爵手底下的 头号大将 吞咽者拉姆斯登 一个非常强大的缝合怪 也是陆里他们 今天第一个要打的boss 拉姆斯登 是天灾军团 最臭名昭著的增物之一 是由许多具尸体缝合而成的可怕怪物 还有着永不满足的食欲 当天灾军团侵入斯坦索姆时 这只怪物 对无数无辜者的灵魂 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暴行 这个boss有一个任务 小八将出发后 共享给了其他人 任务上说 吞咽者拉姆斯登 在斯坦索姆城的深处 无法想象 那怪物都犯下了怎样的暴行 只要知道这一点 他理应领教 无数丧命灵魂的愤怒 这愤怒将由你们带给他 不要手软 不要让你的怒火冷却 可不要觉得这个任务可有可无 在陆里得知 小八将触发到的任务里 有这一个的时候 他原本对上吞咽者拉姆斯登 那可怜的三成把握 现在已经增加到了五成 在吞咽者拉姆斯登 走出来的那一刻 系统提示陆里等人 获得了纳萨诺斯 凋零者的愤怒 生命值增加20% 攻击增加20% 有20%的记录 无视吞咽者拉姆斯登的防御 纳萨诺斯 凋零者 就是颁发任务的NPC 事实上 他是一个亡灵 也不知道小八将 是怎么跑到一个亡灵面前 触发任务的 换作是陆里的话 对方一定二话不说 上来就看 他的原名叫做纳萨诺斯 马瑞斯 一直以来作为一个顺民 并没有在文学作品上 有特别引人注意的记载 事实上 应该说 围绕这个人类的描述 是非常非常少的 他在东温义 一个叫马瑞斯农场的地方 安了家 就如同南海镇的时光乱流一般 在时光之学 就希尔斯布莱德丘林 同样也能看到这个人 他经常和两个圣骑士 忠诚的莱雷恩 古板的彼格尔 一起在治安关的房子里晃荡 亡灵天灾对洛丹伦的侵袭 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莱雷恩最后加入了血色十字军 再见证了许多人 只是因为 不是血色十字军的成员 就被肆意拷打时 他依然离开了 他现在永久住在南海镇 被称为虔诚的莱雷恩 他交给玩家任务 去刺杀血色十字军的高阶军官们 路里怀疑 莱雷恩和女招待一样 是刺客联盟的人 但是并没有证据完善他的猜测 有几次他试图触发 组织内部的任务都失败了 而古板的比格尔 战争对他的影响很坏 他开始酗酒 已经不再是个圣骑士了 他现在叫布鲁米 比格尔 南海镇旅店的地下室 就是他的家 这个人身上 有一个很值得去做的任务 可惜路里现在的实力还比较弱 所以 没办法也不敢去触发 等到他五十级的时候 到时候 或许可以找几个高手 一起去试试 言归正传 还是说说纳萨诺斯 他的命运 比任何人能想象到的 更加糟糕 纳萨诺斯 是曙光历史上 唯一一个人类游侠 由游侠将军 希尔瓦那斯 封行者任命 这个名头 似乎有点大的可怕 真实性其实也备受质疑 在情理上 可能有些奇怪 但最大的困惑 还是自从第二次战争之后 大多数高等精灵的离开 他们选择 待在奎尔萨拉斯和银月城 在那儿通常是与世隔绝的 一而一个人类 若获得高等精灵游侠的注意 还是有点奇怪 而受到希尔瓦那斯的青睐 就显得更加特殊了 但是我们能从中知晓的就是 纳萨诺斯 已经成为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游侠了 纳萨诺斯 获得游侠领主之路相当坎坷 凯尔萨斯 逐日者反对加风 但希尔瓦那斯 因为对他的能力深有印象 不管如何 都一直坚持晋升 虽然他有高等精灵训练 纳萨诺斯 似乎花费了他大量时间 在奎尔萨拉斯之南的家中 马瑞斯农场 尽管他这样做的原因 没有文献记载 但他仍被人铭记于心 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英雄那样 被人铭记 很像伯瓦尔 伏塔根公爵 甚至是安杜因 洛萨 他的英勇行径 没能一直持续下去 在斯坦索姆沦陷后 泰瑞纳斯死亡 阿尔萨斯的堕落 洛丹伦又沦陷 整个亡灵天灾 席卷了曾经伟大的国家 在天灾的攻击下城镇 被一个接一个地毁灭 纳萨诺斯 站在被他称之为家的小农场上 迎接蜂拥而至的天灾 尽管他训练有素 尽管他英雄无畏 在防御至爱的家园时 他还是失败了 他被吞咽者拉姆斯登所杀 他醒来时 已是亡灵天灾 无助地忍受乌妖王的奴役 非常狗血的剧情 但是却又遍布 洛丹伦旧日的土地 变化总是来得这么快 当冰封王座的力量削弱后 阿尔萨斯失去了 对大量天灾的控制 希尔瓦纳斯自由了 也在那时他 找回自己的躯体 重新再造了他 并成为了第一个黑暗游侠 他尝试对阿尔萨斯 进行复仇 但是阿尔萨斯逃到诺森德 希尔瓦纳斯 一手缔造了遗忘者 希女王万岁 希尔瓦纳斯也没有忘了 他一手提拔的纳萨诺斯 并任命他为自己的勇士 他不再叫做纳萨诺斯 马瑞斯了 他现在有了一个新名字 纳萨诺斯 凋零者 纳萨诺斯好像对其生前的事 不再关心了 甚至是让部落玩家 去取那个有他生前资料的 奎尔萨拉斯名册时 他也叮嘱玩家 误须看里面内容 然而 好管闲事的玩家 总是去阅读这个名册 尝试了解 这个曾被尊为 前人类游侠领主的点点滴滴 奎尔萨拉斯名册 陆黎曾经看过 上面记录了不少东西 上面有希女王对他的评价 纳萨诺斯 是我见过最具天赋的游侠 虽然他是个人类 但我很乐意训练他 数千年以来 我们一直把自己 和外界断绝开来 我将是我们当中 第一站出来 承认我们过去 曾犯过错误的精灵 人类根本不应该 接触到魔法的知识 我对此并不否认 但是我也不会因这个 有我们的前辈犯下的过错 而责怪我们自己 奎尔多雷 和世界上的其他种族 是可以共存的 我们必须锻炼自己的耐心 就是因为这些 当时还是 营越城游侠部队指挥官的 希尔瓦纳斯女王 拒绝了凯尔萨斯 关于纳萨诺斯 马瑞斯的决议 坚持认为 他是个无价的盟友 这就不奇怪 希尔瓦纳斯会回来找纳萨诺斯 不管是他生前还是死后 纳萨诺斯成为不死族之后 变得冷酷且充满仇恨 和玩家说话时 好像站他面前的 都是草剑 但在面对小八将的时候 他好歹会变得客气许多 根据小八将的描述 纳萨诺斯也有 温馨的一面 他会逗他两条忠实的狗丸 把东西扔出去 让他们快速叼回来 纳萨诺斯 曾经是联盟的英雄 瓦里安 乌瑞恩国王 曾经在一次公开场合表示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 总共才出现过多少游侠领主吗 有几个吗 纳萨诺斯的贡献是空前的 他是个战术天才 他让联盟获得了 无数次战斗的胜利 现在 他却成了被遗忘者的勇士 等到一定的时间 瓦里安国王会向玩家发布 刺杀此人的任务 只有在四十人团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击杀掉他的幻影 到时候 纳萨诺斯才真正 为玩家们所知晓 通常情况下 玩家会跳过这个任务不做 虽然任务的奖励 是雪木猎弓 风暴之怒 神圣防御者这三件暗精装备中挑选一件 小八将和纳萨诺斯 凋零者很熟 熟到触发任务都不算什么 纳萨诺斯 凋零者甚至打算做小八将的导师 一个部落 NPC暴风城国王清点的通缉犯 实在是让人很纠结的一件事 第899章 瘟疫之云 当然 小八将拒绝纳萨诺斯 凋零者也不是什么 让人接受不能的事情 这段时间被他拒绝的 NPC实在太多了 就连达纳苏斯的塞纳里奥区 大德鲁伊范达尔陆窥 都被拒绝过 范达尔 陆窥 是在陆黎的建议下拒绝的 大德鲁伊范达尔陆窥 是一位声名远播的古老夜精灵 在他年轻时 就已经是塞纳里奥医会里 非常突出的一员了 陆窥的高大身材 以及火爆脾气的个性 使他成为世人眼中 既难相处 而又强大的德鲁伊 他也经常因此顶撞自己的恩师 却被马法里奥轻点为 众学生中最具天赋的弟子之一 然而当他的儿子瓦斯坦恩 在流沙之战中死去 他的黑化和堕落 就已经没了回头之路 因为广场小怪清空的那一刻 BOSS吞咽者拉姆斯登 就开始登场 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休整的时间 好在陆里早就知道这种情况 第一时间就让大家坐下来 吃面包喝水恢复 该用的药剂毒药也没落下 所以迎接拉姆斯登的 新兴拥兵团并不仓促 吞咽者拉姆斯登 最主要的特点是攻击高 他应该算是斯坦索姆基础 攻击最高的BOSS 比他的主子瑞文戴尔男爵还要强 而且这种强是一种渐进的强 随着战斗时间的拖延 他的攻击越来越强 很多团队铺在这里 都是因为DPS不给力 现在 陆里等人有了纳萨诺斯 凋零者的愤怒 生命值增加20% 攻击增加20% 有20%的几率 无视吞咽者拉姆斯登的防御 在这些属性里面 其实前面两个都不被陆里看中 他最看中的是 20%的几率 无视BOSS防御 吞咽者拉姆斯登 最强大的就是防御 就连他的攻击 也是因为防御强大 得到了不断成长 倘若能够通过减少防御 来缩短战斗时间 其实高宫 也在大家的接受范围之内 无视防御 是一种什么概念呢 他意味着BOSS 会出现防御最低的情况 而玩家则发挥攻击最大上限 这样换算下来 也就是说 玩家打出的 是他所能够打出的 在无视防御生效的情况下 暴击更容易发生 战斗 蔚蓝海风抓起盾牌跳起来 熊啾啾气昂昂地冲了上去 完全没有昨日 被阵长虐成狗之后的颓废 其他人先等等 让MTE建立好仇恨再说 陆离连忙叫住其他人 额头上微微冷汗 这一开始 差点就灭团的节奏 这群家伙已经跟着打了这么多次 居然还如此奔放 吞咽者拉姆斯登起手就是一钩子 把正要冲过来的蔚蓝海风 拉到跟前 另外一只手的大棒 已经当头砸了过来 我操你大爷的 MTE只来得及暴剧粗口 就被捶晕了 其实这个时候 BOSS对蔚蓝海风 已经没有仇恨了 如果不是刚才陆离拦着 那么谁先攻击BOSS 谁就将要受到BOSS第二时间的攻击 这个阶段秒人妥妥的 尤其是对法系远程职业来说 简直就是噩梦 他们是远程 最容易打出MTE之外的第二枪 而他们的护甲 又低得可怜 怎么可能承受住 吞咽者拉姆斯登的重击 好在现如今进入仇恨的 只有蔚蓝海风一个人 吞咽者拉姆斯登 虽然不太喜欢这家伙 但是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攻击 可以开始了 都稳着点 花花你 不要抢二仇和三仇 飘灵二仇 我三仇 陆离分配了一下仇恨排序 游戏在副本战斗中 会为玩家提供一个仇恨列表 一旦一仇丢失了仇恨 或者挂掉了 就会有二仇的人顶上 飘灵是附体 随时都需要站出来 接替蔚蓝海风 至于陆离和花底离情 BOSS找上陆离的话 他有很多手段可以逃脱 而花底离情 就必须看状态赌运气 构建好仇恨序列 其实还要站位 只是陆离没办法解释他 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因为BOSS等下来的手段 不足以灭团 所以他干脆就暂时不说 一边打BOSS 一边聊天 聊着聊着 就料到了今天的城市杀人比赛 除了陆离 月光也参加了比赛 只是因为城市实在太大 而且又缺乏游戏中的通讯手段 所以一个城南一个城北 相距甚远 冠军会有世界通告 所以大家都知道 陆离是这一次杀人比赛的冠军 单纯点的小八将和残梦 外加看似成熟 其实也成熟不到哪里去的 芝麻馅汤圆 都觉得陆离实在是太厉害了 很好奇他现实中 是不是当过兵 甚至是特种兵杀手之类的 陆离的回应很简单 混过而已 月光则深刻明白 陆离这个第一是多么的不易 其实他也有三百多分 甚至比陆离 还更早地积累到这个分数 只可惜 他行事作风过于强硬 不像陆离那样圆滑诡诈 最后 他杀死了几个警察后 被乱枪打死 死掉积分归零 这个活动月光非常的郁闷 推验者拉姆斯登 似乎很愤怒大火对他的轻视 你们怎么能一边战斗一边聊天呢 所以他使用了一个算得上市大招的东西 先是连踏 就是连环践踏 一共践踏三次 随机不同的地点进行践踏 BOSS周围四码多点的范围的玩家会被晕眩 当连踏完成之后 推验者拉姆斯登 还有更卑鄙的手段 他会在这个时候 释放瘟疫之云 惨绿色的浓雾大面积的出现 不仅会出现疾病的负面状态 还会持续中毒掉血 玩家必须尽快地从瘟疫之云当中逃出去才行 不然的话 疾病的时间越长 地检的属性就越多 而中毒造成的伤害累积下来 也足以让皮薄的职业惨死当场 如果按照攻略来的话 陆离应该安排大家间隔五马进行站位 那么被连踏的人数就绝对不会超过三个人 这一次陆离他们的运气非常不好 足足有七个人在瘟疫之云中被BOSS狂虐 MT蔚蓝海风更惨 他不仅被BOSS虐 给他加血的人也被晕住了 导致他的血量只减不增 形势岌岌可危 第九百章 乐极生悲 用徽章 七秒钟的晕眩呢 陆离果断使用了徽章 解除晕眩之后 第一时间逃离了瘟疫之云 其他人有样学样也纷纷脱身 三月宇没有管自己的血量 第一时间狂刷MT 成功地把只剩一口气的蔚蓝海风奶了回来 小八将也非当初遇到大状况 就猛逼的菜鸟小奶妈 他先是给了三月宇一个持续回血的技能 然后才转头去给血量掉太厉害的人加血 第一个危机就这样在没有减原的情况下过去了 瘟疫之云持续大约十秒钟 很快就消散一空 这回不要努力安排 大家自发地开始站位 很简单的那种 就是分散五码距离站开 绝对不让吞咽者拉姆斯登 再有一彩彩一片的机会 尝尝这个 暴击之后 BOSS突然发狂 卫蓝海风吓了一大跳 他以为BOSS受到什么刺激 开始狂暴了呢 这才掉四分之一不到的血就狂暴 那真没什么打下去的必要了 不过 很快他就明白过来 这只不过是吞咽者拉姆斯登 又一个技能罢了 乱舞 吞咽者拉姆斯登 造成暴击之后的下三次攻击的攻击速度 提高三十百分号 仅仅只是速度的暴增 并没有攻击翻倍之类的大招 加紧输出啊 没发现BOSS越来越强了吗 陆离可没太乐观 被陆离这么一提醒 其他人才发现 BOSS每一次打掉 卫蓝海风的血量 似乎都不太一样 伤害正称一种诡异的曲线上升 这和温水煮青蛙的道理等同 很多团队在这里会觉得 吞咽者拉姆斯登墙的有限 他的所谓大招根本就没有让大家团灭的能力 然后自然就放松了节奏 然后 等待他们的 自然是团灭 新兴拥兵团的人对陆离实在太幸福了 根本不会质疑他的任何决定 所以 陆离提醒过之后 他们就立刻开始爆发输出 第二次瘟疫之云 简直谈不上威胁 真正出现简员 是在蔚蓝海风被击晕之后 他的仇恨 被BOSS从仇恨列表踢出去 然后BOSS冲向了飘灵 飘灵虽然开了减伤 但最终还是没能抗住 运气有时候也能决定一场战斗的结局 谁让他倒霉的被连续暴击了呢 推验者拉姆斯登 因为暴击而出现的乱舞技能 其实并不强 可前提是 不会连续暴击 一旦连续暴击 那攻击速度的加成 就是60% 原本攻击两下 现在会攻击三下 飘灵一个附体怎么可能抗得住 陆离是第三顺位的仇恨单位 BOSS干掉了飘灵之后 自然找陆离算账 他只能尽可能的拖延时间 用各种机动性的走位和逃脱来保命 一直到蔚蓝海风 从机晕中醒过来 曙光里一般不太可能出现 放风筝干死一个BOSS的事情 猎人也不行 陆离更没那个本事 如果没有其他队友的帮忙 他连BOSS1%的血量都打不掉 但是他可以在BOSS手底下多活几秒钟 这一点是被游戏设计人员所允许的 在盗贼职业的定位中 清楚地写道 可以在协作战斗过程中 担任一定的机动力量 小八将把飘灵从地上拉起来 大家继续战斗 这个时候 吞咽者拉姆斯登的攻击力 已经递增到了一个让人恐惧的地步 而好消息就是BOSS的血量真的不多了 能不能一次性地打掉这个BOSS 即便有陆离用各种方式剧透了攻略 仍然要靠大家的运气来说话 其一是BOSS不能连续暴击 其二是 瘟疫之云同时笼罩的不能是两个治疗 再然后就是附替在主体被晕眩的那几秒内能扛得住BOSS 好运并不因为陆离重生过于青睐他 大家对飘灵的第二次倒下毫无防备 以至于陆离差一点就被干掉 他的逃命手段也用得差不多了 眼看着就要挂掉 他挂掉问题就大了 小八将的战斧已经用过 陆离挂了的话 他就不能战斧飘灵 损失掉两个主力的情况下 更不能打死还没残血的BOSS 幸好 陆离必须得自夸一下自己的眼光 当初就那么果断地认定蔚蓝海风 认定他是曙光最好的MT 当然不排除只有这家伙陆离能争取到的因素 蔚蓝海风在飘灵快要扛不住的时候 就已经用腰带上的特效解除了自己的晕眩 付出的代价是两分钟内血量上限降低30% 这个代价对MT来说很沉重 可总比现在就团灭好吧 陆离死里逃生 第一时间就去战斧飘灵 在这里他犯了一个错误 不应该让小八将先用战斧 毕竟他在这场战斗中危险太多 刚才如果是小八将还有战斧 只要小八将把飘灵战覆起来 就能继续以比较完整的阵型 垂死挣扎一番 少陆离一个输出还不足以让人绝望 所以这场战斗多亏了飘灵 只是还没等陆离开口夸他 某个中二少年就已经开始得意洋洋地喘上了 八将你看歌这么给力 是不是也带着歌去做几个任务 梦梦你看歌这么给力 等会要是不摸点我用的好东西 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小红手 陆离娜 物草 谁能让这人闭嘴 没有人能办得到 但是 Boss能在吞咽者拉姆斯登 还剩几百血的时候 他抱走了 连续三个暴击 几乎是顺秒了喋喋不休的某人 大家有点傻眼 难道吞咽者拉姆斯登也讨厌画牢 陆离都想握着吞咽者拉姆斯登的手 含着泪夸他一句实在是太给力 不过当务之急是别因沟里翻船 这几百点血在团灭的话 他能活活呕死 飘灵结果Boss仇恨 他也明白自己任务兼具 各种走位和技能搭配选得没有朋友 然后大家才无语地发现 这货认真起来 其实也挺牛掰的 平时都扮猪吃老虎呢是吧 陆离当即就决定 今后必须让这家伙多表现表现 大爷的 大爷的 我的经验 蔚蓝海风躺在地上不停地念叨着 都快带上哭腔了 这种五世级的大Boss 那经验值根本不用想都知道 一定非常丰厚 可怜的他 早不死完不死 偏偏在最后 这一刻功亏一篑 如果等会再没摸出他用的东西 打了